第4161章荒诞的猜想 不知不觉 热闹又喧嚣的四个月过去了 这四个月里 讨逆同盟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独领风潮 这把好天大陆 亿万万黎民们 每天议论的主角都是他 整个好天大陆的百姓 都在歌颂讨逆同盟的功德 怂恙见神的勇武与爱民 那些早已归讨逆同盟统治的各域 百姓们恢复自由后 不但主动破除了修罗神帝 和御主的神像 他们还自发地 为剑神建造了无数供奉神殿 打造了许多精致的神像 按理说 他们被压迫了千年之久 必须充当攫取修炼资源的苦力 被迫信奉修罗神帝 提供虔诚的信仰之力 如今好不容易恢复自由 他们非常讨厌摩拜和供奉神像 更讨厌按时摩拜和祈祷 但是 百姓们都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感激剑神 建造神殿和神像都是自愿的 就连规模浩大的摩拜和祈福仪式 也是百姓们自发组织的 举行各类仪式 主要是为了感谢建神的拯救之恩 其次也是为建神祈福 希望建神授予天祈 永不磨灭 唯有如此 建神才能永远庇护黎明百姓 从古至今 百姓都是最简单 淳朴和善良的 他们或许不懂什么大道理 也不明白什么是大局 他们只知道 谁压迫压榨和奴役他们 谁就是他们的敌人 谁同情怜悯解救他们 谁就是他们的恩人 若这个恩人只对他们好 将他们放在心上 却不向他们索取任何东西 那这个人就是大圣人 就是主 毫无疑问 祭天行在百姓们眼中 就是这样的存在 四个月下来 讨逆同盟的成姬斐然 又有四十二个地狱 陆续归于讨逆同盟的麾下 向见神效忠了 至此 整个昊天大陆九成五的领地 都归于祭天行的麾下 他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 昊天大陆之主 但是 暗夜玉和周边两个玉还未收服 这场战争便不算结束 这天夜里 讨逆同盟的四路大军会合 变成了两路 祭天行带领的北路大军 跟完颜族长带领的西路大军会合 南宫不获带领的南路大军 跟独孤战率领的东路大军会合 这两路大军 一只在凌峰玉的边境 另一只在袁天玉的边境 而凌峰玉和袁天玉 分别位于暗夜玉的左右 就像两个最忠诚的卫兵 牢牢保护着暗夜玉 哪怕整个昊天大陆都归降了 这两个玉的玉主门 依然负于顽抗到底 凌峰玉边境 北路西路大军会合之后 由祭天行亲自率领 这只超过6000人的大军 正在夜幕中及时 赶往凌峰玉的中部 有了过去几个月的精力和教训 哪怕逃逆同盟掌握了大局 胜利在望 将士们也不敢得意忘形 更未掉以轻心 大军依旧气势如虹 形态严肃 执行命令也是一丝不苟 仆神战舰中 祭天行专属的密室里 他正盘膝坐在神域制成的仆团上 静静地打坐调席 但不知为何 他今夜有些静不下心来 内心总是有一些浮躁 对他这种强者来说 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而之前两次出现 都表示心血来潮 第六感迸发 上天给予他一些警示和预感 所以 祭天行没有怀疑 立刻就意识到 恐怕又有什么危机要出现 他暗自私存着 从同盟成立到现在 刚好一年时间 如今我已占领97个地域 仅剩下最后三个 若能顺利收服这三个域 打败帝师 那就比我当初预期的时间 提前了至少一年 不过 毕师最近这几个月 实在低调得有些过分了 如果他没什么倚仗和底牌 面对讨逆同盟的咄咄相逼 他绝不会坐以待毙 就算他麾下的强者接连陨落 他也会另想办法 用各种手段来拖延时间 削弱讨逆同盟的力量 可他什么都没做 就固守着暗夜狱的老巢 眼睁睁地看着我杀到跟前来 这要是说他没什么阴谋 或者底牌和倚仗 谁都不会相信 既天行暗自琢磨着 除了修罗神帝之外 毕师还能有什么底牌和倚仗 可之前修罗神帝明确表示了 虚空深处那个挥舞谜团的任务更重要 他无暇顾及毕师等人的死活啊 难道说 修罗神帝会派身外化身回来支援 若是这样的话 倒也是正常反应 难怪毕师有了底气和倚仗 可既天行转念一想 还是觉得不大对劲 可就算是修罗神帝的化身回来支援 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击败我 摧毁讨逆同盟吧 修罗神帝和帝师都应该知道 我早几年前就打败了好几个神帝的化身 就算修罗神帝的化身来了 也不可能打得过我 仔细琢磨之后 既天行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但他总觉得那个猜想实在是荒诞 应该不可能发生 便将其排除了 就在这时 完颜组长的声音从密室门外传来 启禀盟主大人 刚收到神秘洞天发来的传讯 汇报了最新消息 各位组长其聚会议事 等着您去议事 既天行应了一声 让完颜组长先行离开 随后 他结束打坐调席 离开密室前往会议室 各家势力的组长和宗主们到齐了 都恭敬地等待着 见祭天行到来后 众人整齐划一的行李问好 待祭天行在守卫落座之后 众人才陆续坐下 完颜组长站起来 手持着蛇迷洞天发来的传讯 向众人宣布了消息 蛇迷洞主汇报的消息很详尽 且蛇迷洞天最擅长打探消息 这个消息也是很可靠的 洞主发来的传讯中 是一番细致又精确的话语 也可以理解为严谨的长篇报告 主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帝师麾下的三万主力 埋伏于暗夜狱 另外 林峰狱和袁天狱 作为暗夜狱的最后两道屏障 也埋伏了众兵 其中林峰狱埋伏了一万二千人左右 暗夜狱埋伏了近万人 这些都是帝师从各狱抽调的精锐之士 基本都是神军高手 前两个狱都有数十名神王坐镇 第四千一百六十二章决战在即 祭天行早就知道 近一年来 帝师麾下召集了近五百名神王 除开被讨逆同盟斩杀的一百多名神王 目前还活着的有三百六十多个 既然有三百六十多名神王 那帝师抽调一百个神王 分别坐镇林峰狱和袁天狱 也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是半个月前 讨逆同盟的四路大军还没会合 的确很难收服林峰狱和袁天狱 至少 除开祭天行坐镇的北路大军 另外三路大军都不可能战胜过万的敌军 正因如此 祭天行早就制定了策略 先收服浩天大陆周边的所有地狱 最后再向暗夜狱靠近 这种剥茧抽丝的办法 可以一点点侵蚀领帝 削弱帝师的势力 直到最后 帝师仅剩下暗夜 林峰和袁天三玉 定然是回天法力 今夜几位族长和宗主来议事 也是想听听祭天行的意见和指导 明天抵达玉主府之后 才能做好准备与应对 祭天行听了完颜族长的汇报之后 神色平静地说道 林峰和袁天两玉 只是助手的人数比较多罢了 并没有太难缠的强者 帝师麾下的精锐主力 都集中暗夜狱 尽管林峰和袁天两玉是堡垒 是暗夜狱的屏障 可帝师没有那个魄力 抽掉更多的兵力来支援 更不可能亲自出手 所以 明天进攻林峰狱和袁天狱 虽有一定的危险和伤亡 但问题不大 大家也不必多虑 既然祭天行这么说了 几位族长和宗主便安心了 明显轻松一大截 随后 祭天行又推演了几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并叫众人如何应对 众人认真地倾听 都牢记于心中 一刻钟之后 这次短暂的议事就结束了 众人纷纷离开会议室 祭天行也回到密室中继续打坐 完颜组长负责记录刚才会议的内容 主要是技术祭天行所说的话 用传讯预检发给了南宫不惑 如此一来 南宫不惑率领的那一路大军 也军心大定 对于明天要攻打的袁天狱 充满了自信和期待 时间过得很快 短短十个时辰后 第二天傍晚到了 以图神战舰为首的舰队 浩浩荡荡地飞过天空 抵达凌风域的御主府 御主府 毫无例外地在一处密境中 毕竟有方圆十几万里 神力充裕 资源丰厚 在百般秘境中堪称佼佼者 仅次于那些洞天伏地了 另外 凌风域本就资源丰厚 凌风域主又是帝师的绝对心腹 所以 凌风域一直都很丰饶富裕 神军高手和神王强者的数量 都比其他地域更多 此时的凌风域主 并未离开域主府 前往暗夜域去避祸 早在半个月前 他就向帝师表明了态度 是与凌风域的将士们共存亡 就算战死沙场 他也不会抛弃域主府 更不会向讨逆同盟投降 如此忠诚 自然让帝师颇为欣慰和感动 于是 帝师派出一对亲卫 把凌风域主的家属和亲卷 都接到暗夜域的修罗神宫了 帝师想表达的意思是 会全力保护好凌风域主的家眷 不让他分心 可以全力以赴的作战 另一层意思就是 哪怕凌风域主为主 尽忠 战死沙场了 帝师也会照顾好他的家眷 这固然是好的 凌风域主也心曾感激 但他和其他人一样 难免会想到 帝师还有第三重用意 那就是以凌风域主的家眷为枷锁 迫使凌风域主不得不遇血厮杀 尽忠职守 说好听点这叫激励 说难听点就是威胁 凌风域主什么都明白 却不会点破 反而对帝师感恩戴德 自从家眷被接走之后 这半个月以来 他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不防和备战中 一万两千名将士 在他的安排和指挥下 将域主府内外都重重保护起来 除了这么多将士 他还带领将士们布下了 一众又一众防御大阵 为了不影响最后的决战 他还把玉主府的仆纵门 全都调到了别处 如今 密境外有四千将士 密境内有八千名将士 除了这一万二千名将士之外 再也没有一个闲杂人等 凌风域主也整天穿戴台甲 腰胯宝剑 摆出一副随时征战 誓死不归的姿态 夕阳西下时 祭天行所成的图神战舰 带着好几艘战舰 浩浩荡荡地抵达玉主府外 前方几百里远处 有一座高达万丈的飓风 山巅被云海笼罩着 云海中有一座方圆百里的广场 其中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祭坛 那是秘境的入口 整整四千名踢甲直舰 叙事待发的将士们 牢牢把守着山巅的广场和祭坛 其中两千名将士在名处 身躯如镖枪石雕一般矗立着 另外两千人隐藏了踪跡 躲在暗处随时侧应 凌峰玉的将士们都知道 即将攻打玉主府的 是剑神亲自率领的大军 虽然大家都相信 剑神亲自出手 肯定要顾及颜面 会光明正大的攻打 不会阴谋偷袭 但凌峰玉主行事非常小心谨慎 做了很多布置 防备剑神和大军突袭 只不过 事实证明他窝虑了 刷刷刷 正如所有人猜想的那般 剑神率领的舰队 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云海中 离逆境入口百里远时停了下来 图神战舰排在最前方 由白龙驾驶着 张开了双翼 露出600道闪烁神光的炮口 对准山巅的广场 祭天行走出战舰 站在高天上 俯视着山巅广场和秘境入口 在图神战舰的后方 八架势力的战舰呈翼型排列 也叙事待发 双方刚一见面 就摆好了开战的架势 天地间的气氛 瞬间如同凝固 充满了杀机 尽管凌风玉的将士们 早就料到这一天会到来 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当他们亲眼看到剑神出现 还是情不自禁的畏惧 内心感到惶恐 没办法 剑神的名声太响亮 威压实在太恐怖了 这四个月里 祭天行经常在神塔的扭曲时空中 闭关修炼 他不仅练画了手头的所有神格碎片 还闭关修炼了十年 所以 他的实力又提升了两倍 气息也更加深不可测 犹如天威 第4163章不堪一集 山巅广场上 明面上有2000名护卫 暗中还藏着2000护卫 此刻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祭天行身上 众人都想知道 剑神要说什么做什么 甚至 还有少数护卫们幻想着 若剑神能和御主大人坐下来谈判该多好 那双方就不用刀兵相剑 他们也不会变成剑神的剑下亡魂 尽管众人都知道这是失望 双方是成水火 必有一战 但是 在见神威明和死亡的威胁下 他们还是忍不住心生侥幸 就在这时 祭天行神色漠然地俯视众多护卫们 与其冰冷地说道 虽然本座现在劝降 也没什么用处 但本座还是要说明 讨逆同盟只为解救天下百姓 还是到太平安宁 不是为了杀戮而战 只要你们立刻缴械投降 本座可免你们一死 放你们离去 祭天行的这番话 既是讨逆同盟成立的初衷 也是讨逆同盟一直建行的原则 他最初的目的 并不是占领浩天大陆 坐拥亿万子民和无穷资源 享受大陆霸主之位的荣誉和权势 他只是想瓦解修罗神帝的势力根基 解救浩天大陆的亿万百姓 所以讨逆同盟在短短一年内占领了九十多个狱 却没有浪费时间 去巩固每个狱的控制权 更不曾去掠夺资源和财富 也正因如此 浩天大陆的百姓们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才会对讨逆同盟如此勇护 对祭天行如此崇拜 山巅上的四千名护卫们 听到祭天行这番话 眼神都有些复杂 很多护卫们打心底认同祭天行和讨逆同盟 也相信他这番话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他们当然想缴械投降 不去白白送死 但他们的身份和处境决定了 今天只有战死于此 绝不能投降和逃跑 短暂的沉默之后 人群终飞出一名护卫统领 向祭天行抱拳一礼 面色素然地说道 尽管我们是敌非友 但见神之品性 世人皆知 无等自然敬佩有加 在此谢过见神给予的机会 但是 无等有军令在身 不敢违抗 只能誓死坚守 见神 得罪了 说完后 护卫统领拔出配件 正必高呼道 保卫家园 誓死不退 广场上的两千名护卫们 也跟着挥舞刀剑 发出呐喊声 一时间 护卫们精神振奋 士气也提高了许多 不再像之前那么萎靡 既天行也不浪费时间 直接挥手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于是 图神战舰和两侧的八艘战舰 发动了第一轮攻击 轰 轰轰轰轰 九艘战舰几乎同时启动阵法 释放出五千多道璀璨的光柱 犹如剑雨一般划破夜空 轰向山巅广场 那一杀 数千道绚烂的神力光柱 照亮了几万里夜空 密集如雨点的光柱 吸着毁天灭地的威力 撕开了黑夜与空间壁垒 在夜空中划出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 那座方圆百里的山巅 自然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尽管 镇守山巅的两千名护卫们 即使开启了防御大阵 结成一道巨大的防御光照 可数千道光柱轰杀下来 防御照连一刹那都没坚持住 就支离破碎了 紧接着 山巅被刺眼的神光淹没 当场化作无穷灰烬与尘埃 激起滚滚烟尘 整座飓风都被摧毁 直接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片巨大的深坑和废墟 那两千护卫在神力光柱降临时 碍于军令不敢逃跑 还联手施法抵挡 可惜他们的力量太过孱弱 想抵挡图神战舰这骚亡 及极品神器的轰杀 实在是躺臂当车 当滚滚烟尘散尽后 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也逐渐停歇 此时随着飓风一起消失的 还有山巅的两千名护卫 他们连反击都做不到 就在九骚战舰的骑轰下 灰飞烟灭 化作鸡粉了 如此恐怖的威力 让暗暗中潜伏的两千名护卫们 看得心惊胆战 只想转身逃跑 本来 他们潜伏在暗中 还想借助阵法的力量 趁双方厮杀之际进行偷袭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两千名护卫和讨逆同盟的大战 刚开始就结束了 待在广场上的两千名护卫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轰杀承扎了 这是何其恐怖 这一刻 潜伏于暗中的两千名护卫们 终于知道剑神的恐怖实力与手段 他们也终于明白了 难怪那九十多个狱的狱主们 都望风而降 显得特别没有骨气和尊严 换作是他们 在死亡的威胁下 也估不上什么尊严了 也幸好他们潜伏的地方 离山巅广场比较远 足有万里之遥 哪怕飓风被摧毁 他们遭到波及 也只是受了些伤 并未被轰杀 若是离得近了 只怕他们现在也灰飞烟灭了 撤 护卫统领一声令下 立刻带着两千名护卫们 退向远处 逃离战场 反正他们一直在暗中潜伏 没有路过面 哪怕此刻转身逃走 也是隐身行动 应该比较安全 毕竟入口处 废墟上空 完颜族长等人 纷纷望向济天行 传音请示道 盟主 那暗中潜伏的两千人 要不要 盟主大人 请允许我们去追击 属下保证半个时辰内解决 盟主大人 请让我们去 我们三个家族的兵力 足够在一刻中内结束战斗 很显然 那两千名护卫自以为隐蔽 其实早就被纪天行等人发现了 只是 纪天行懒得理会他们而已 听到几位族长的请示 纪天行摆了摆手 达到不过是歇受军令所迫的将士罢了 既然主动撤退 就没必要为难他们 当务之急 还是先进入秘境 解决临风御主 几位族长没有异议 都到了生遵命 接下来 众人开始破解秘境入口的大阵 那座大阵原本在山巨峰被摧毁后 阵法祭坛也被毁了 大阵也被轰破了 隐形的阵法光碧曝露出来 呈现在天空中布满了裂缝 完颜族长等人迎上去 也懒得动脑筋破解阵法 几个族长联合十几名神王 联手施法攻击 用暴力轰破了大阵 第4164章此战无关正邪 通隆震耳欲聋的破碎声中 天空中的大阵被攻破了 出现一道巨大的破洞 既天行当先跨过那道破洞 进入凌峰御主的秘境 图神战舰紧随其后 八家势力的战舰也陆续进入 秘境内空间广阔 鸟语花香 山明水秀 但四周都静悄悄的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压抑的气氛 半个月前 凌峰御主就撤走了无关人员 只留下8000名将士镇守秘境 此时 秘境表面宁静 暗中却危机四伏 到处都有阵法和陷阱 天空中 既天行站在图神战舰的顶端 覆手而立 面色平静地望着前方 白龙驾驭着图神战舰 不疾不徐异常沉稳地向前推进 八艘神剑跟在后面 排列成尖刀阵形 彰显出洞穿一切的姿态和霸气 剑队刚前进万里远 既天行就皱了皱眉头 右手中神光一闪 祭出了神锤 他望着前方空荡荡的天空 右手握着神锤狠狠一挥 砸出两道绚烂的神光 唰 唰 两道神光吸着无尽威力 轰然砸在千里之外的天空 顿时爆出两声汗天动地的巨响 砰 砰 看似空无一物的天空中 竟然出现了一堵天幕 当场被砸得支离破碎 显然 那是凌风御主设置的一道困阵 在没启动之前一直处于隐形状态 但这座隐蔽的大阵 根本逃不过季天行的法眼 早就被看穿了 大阵被破除 舰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继续前进 接下来 舰队前进十万里才能抵达狱主府 而在此过程中 季天行会发现七座困阵 杀阵和弥阵 还有六处陷阱 尽管那些阵法和陷阱 凌风御主都耗费了大量心血 时间和人力物力才布置完成 但即天行总能提前看穿 并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快速破除 舰队一直平稳地前进 没有受到任何阻挠 百息时间后 舰队抵达狱主府之外 而此时 群山环绕中的狱主府 凌风御主通过各处监视阵法和赤猴的汇报 已经得知了消息 当他知道他被尽心机设下的阵法和陷阱 没能给舰队造成任何困扰 所以阵法和陷阱都被剑神轻松破掉 顿时脸色变得难看 眼中闪过浓浓的震惊和敬畏 他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果然不愧是剑神 本座耗费近一个月的心血 却连阻拦他片刻都做不到 呵呵 除了帝师 我们这些人哪有资格与他过招 凌风御主嘴角勾起一丝苦笑 心里已经预料到了结局 可即便如此 开弓没有回头剑 他不能退缩 也无法退缩 毕竟 他是帝师的头号忠诚 身上的烙印太过深刻 怎么都无法抹去 即便他想投降 剑神也未必接受 更何况 他的家眷亲属都被帝师接到暗夜狱去了 若他现在投降 只怕他的家眷们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走吧 让我们去亲眼见识一下绝代剑神的风采 凌风御主收敛了杂乱的思绪 起身整理了一下披风 带着几位将领离开书房 御主府外 八千精锐的将士们分成两圈 将御主府团团保护起来 方圆万里的防御大阵也启动了 总共有三层 将几十座山峰都保护其中 将士们都披甲直剑 蓄势待发 杀气腾腾 神色肃杀地望着大阵之外 天空中的九艘战剑 九艘战剑依然保持着尖刀阵型 数千名将士们还未现身 只有记天行站在图神战剑的顶端 神色漠然地望着御主府 那三层防御大阵 他一眼就看穿了 都是王级上品神阵 彼此间力量相通 威力叠加 对一般的神王来说 那三层防御大阵有些难缠 短时间内无法攻破 但既天行并未放在眼中 平屠神战剑和他的神锤 足以快速将其打穿 他之所以隐赖心地等待着 没有急于出手进攻 是因为他心底的不安之感 还未消失 哪怕他有很大的把握 相信御主府里只有八千将士 和凌风御主 但他还是想看看 除了这八千将士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伏兵 又或者 李师是否在此有所安排和筹谋 埋伏了什么强者 如果双方厮杀大战起来 修罗神帝的分身突然出现 那才是最让他惊喜和期待的 尽管这听起来很荒谬 但他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因为 他相信上天给予的提醒 不依惠尔 凌风御主在十几名神将的簇拥下 飞到御主府的上空 他们与祭天形像的数千里 隔着防御大阵对峙 五等剑过剑神 双方刚一照面 凌风御主便带着十几位神将 向祭天形抱拳行礼 不管语气还是姿态 都比较恭敬 也是发自肺腑 并不做作 尽管双方是敌人 可彼此间没有深仇大恨 即便要刀兵相向 以命相搏 也只是因为立场不同罢了 这丝毫不妨碍 凌风御主等人 对剑神发自内心的敬畏 敌人未必都是坏人 更不可能都是胡搅蛮缠 凶神恶煞之辈 能成为神王 当上御主的 或许阴险奸诈 或许功于心计 但绝无一个蠢货 剑神的所作所为 究竟是为了私利 还是公义 其实浩天大陆的人都明白 既天行为为汉首已是回礼 道诸位多礼了 大战在即 本座有几句话 虽有可能是废话 但终究还是要讲 毕竟 本座与讨逆同盟的所作所为 不为杀戮 不为权势 只为自由与和平 在场诸位 若能现在收手归降 也可免遭刀兵之祸 让更多将士牺牲 本座承诺免其一死 且不追究罪责 其实双方的态度都很明确 这些话只是走个过场罢了 若真有将士投降 既天行当然也会履行沉默 但结果正如大家所料 没有哪个将领站出来认输投降 林峰玉竹也抱权一礼 道 建神 正所谓忠人之士 以命是知 性命是小 敏捷是大 无辈虽利有不代 恐难战胜你 但也不惧战死沙场 以权忠孝之名 所谓的忠 自然是忠于帝师和修罗神帝 至于孝 那自然是为了保全他的家眷 他战死于死 死后留下忠臣之名 帝师也会照顾好他的家眷 若现在投降 他倒是能活下来 却要背负恶名 连累家眷 第四千一百六十五张剑指修罗神功 林峰玉竹已经表明了态度 那双方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纪天行不再劝降 抬手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以图神战舰为首的九艘神剑 早已叙事待发 启动了阵法 积蓄了强大的力量 每艘战舰的三五百根炮筒 早就对准了玉竹府的防御大阵 当纪天行下令进攻时 九艘神剑都释放出毁天灭地的力量 轰 轰轰轰 三千多根炮筒中 喷出了璀璨夺目的神光 变成数千道绚烂的光柱 狠狠轰向防御大阵 林峰玉竹麾下的五十名神王 八千将士 也早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当九艘神剑发起进攻时 他们也联手施法 将无尽神力注入大阵中 增强防御大阵的威力 同时 数百名专门操纵神阵的将士 还操控神阵释放出数千道刀剑神光 杀向九艘神剑 砰砰砰砰 砰隆隆 下一杀 遮天蔽日的神力光柱和各种光刃碰撞 在天空中爆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传遍几万里天地 许多光柱和光刃都在碰撞中崩溃 蹦践出漫天碎片 爆炸的静气 裹着那些神光碎片 形成向外扩散的洪流 席卷一切 眨眼间 漫天神树光刃都被轰碎了 九艘神剑释放出的三千多道光柱 也崩溃了大半 还剩上千道光柱轰中了防御大阵 砰砰砰 又是一连串的巨响声传出 在天地间回荡不休 林峰玉竹本以为 八千将士联手反击 抵消了两千多道光柱 剩下那一千道光柱 应该威胁不到防御大阵 但他忽略了 其中有三百多道光柱 是图神战剑释放的 通隆 所以 在清脆的破碎声中 第一层防御大阵被轰出了上百个破洞 密密麻麻的裂缝 防御光照受到重创 暴闪着神光 剧烈摇晃起来 尽管光照没有暴碎和崩塌 却也失去了保护力量 亟待修复 大战之中 林峰玉竹等人当然没机会修复此阵 这时 既天行又挥舞神锤 打出两道神光 踢中了大阵的破洞和裂缝 弄插 随着暴碎声传出 第一层防御光照被击溃 四分五裂的消散了 看到这一幕 林峰玉竹和八千将士们 心里都咯噔了一下 露出焦急和担忧的表情 对方只是用神剑进攻了一轮 就如此轻松地破掉了一层防御光照 可想而知 剩下的两层防御大阵 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林峰玉竹连忙下令 让将士们全力施法 加强第二层防御大阵的威力 眼看着 九艘神剑再次积蓄力量 释放出数千道光柱 发动了第二次强攻 林峰玉竹满枪交集之下 新自出手操纵第二层大阵 将防御力量提升到极致 砰砰砰 这一次 数千道光柱轰中防御大阵 爆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并把光照轰出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林峰玉的八千将士没有反击 全力支撑防御大阵 也没能挡住九艘神剑的起轰 八家势力的王级上品神剑还好说 威力虽强 却不至于一级轰破防御光照 威力最强大 杀伤力最恐怖的 还是济天行的图神战剑 当防御大阵出现裂缝后 济天行随后挥动神锤 连续砸出四道绚烂的神光 通龙 又是震耳玉龙的暴碎声传出 第二层防御大阵也被摧毁了 林峰玉的八千将士们慌了 都心忧如焚 满腔交集和忧虑 林峰玉主也知道硬抗无用 便亲自施法 带着将士们发起反击 不用他多说 八千将士都全力以赴地催动神力 施展出各种绝学底牌 通龙龙 九艘战剑释放的光柱 与漫天神术光影碰撞 爆出震耳玉龙的巨响 这一次九艘战剑连续进攻了三波 才把第三层防御大阵彻底摧毁 玉主府失去了三重大阵的保护 八千将士彻底曝露在舰队的面前 所有人都知道 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 八千将士都面色肃然 怀着悲壮和决绝的情绪 发起了最后的反击 凌峰玉主连忙指挥各路将士 四散开来 与九艘战剑缠斗 若是聚拢在一起 只会成为舰队的活靶子 这招果然管用 八千将士门散开后 九艘战剑的跑轰 并未造成太大的伤亡 反倒是将士门分散之后 全力以赴地进攻 让八艘神剑都岌岌可为 于是 既天行也果断下令出击 八家势力的数千名子弟 纷纷飞出神箭 在组长和长老们的带领下 与凌峰玉的将士们展开拼杀 真正的厮杀大战 就此展开 一万多名神军和近百名神亡强者 在方圆五万里的战场上厮杀激战 打得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几乎每一个瞬间 双方都有将士被斩杀 血肉横飞 发出痛苦的冰死的哀嚎 这片区域彻底混乱了 到处都是血火交织的画面 既天行也未闲着 带着云瑶和基科等十人冲进战场 各自寻找目标搏杀 既天行的目标 自然是凌峰玉主及其身旁的神将 云瑶和基科等人 主要负责诛杀对方的神王 保护己方的大军 这场激烈的大战 整整持续了半个时辰才结束 双方交战的渔坡 将方圆五万里都轰成了废墟 维俄的崇山峻岭 茂密的丛林植被 还有金帝辉煌的玉主府 诸多宫殿和宅院 全都化作了尘埃 半个时辰后 厮杀大战终于结束 回荡在天地间的巨响声 慢慢地消散 这天蔽日的烟尘和血雨 还在纷纷扬扬地洒落 大战的结局没什么悬念 凌峰玉主和麾下的八千名将士 全都战死沙场 化作尘埃回归天地间 他们付出了生命代价 全了忠义之名 祭天行一方的将士 也折损了近千人 但相比对方的全军覆没 这一战可谓大获全胜 赢得漂亮 大战结束后 祭天行只收起了 五十名神王的神格碎片 打扫战场和收脚战利品 都交给了麾下的将士们 一个时辰后 凌峰玉主败亡 凌峰玉被讨逆同盟攻占的消息传了出去 两个时辰之后 讨逆同盟的另一路大军 也打败了袁天玉主 攻占了袁天玉 于是 整个号天大陆只剩暗夜玉 还未被讨逆同盟攻占 第四千一百六十六张军星焕散 南宫不获率领的那一路大军 负责攻打袁天玉 虽然 那路大军没有计天行坐镇 但大军的人数较多 沈亡强者也多 镇守袁天玉的将士也只有万人左右 所以 南宫不获率领的大军 其实赢得也不算艰难 几个时辰之后 一夜过去 新的一天来临了 凌峰玉和袁天玉相继被讨逆同盟攻占 两位玉主和两万将士全部战死的消息 也在号天大陆传开了 亿万黎明百姓门得知消息 欢天席地的庆祝 为讨逆同盟和剑神感到骄傲 所有人都认定了 再有几天时间 戴剑神攻占暗夜狱 斩杀帝师 这场持续一年的大战就结束了 而整个号天大陆 持续了千年之久的黑暗统治与压迫 也宣告结束 这时改换时代 霸主意味的惊天大事 必将载入史册 被后人传送万年 亿万黎明百姓门作为见证者 能亲眼目睹整个经过 也予有容焉 与此同时 消息传到了暗夜狱 百亿黎明都情绪激动 满腔期待 虽然 这个地狱的百姓门受修罗神功的压迫最狠 对修罗神功最惧怕和憎恨 在逃逆同盟举世之初 他们根本不抱希望 但随着一个又一个地狱被剑神攻占 越来越多的百姓门恢复自由身 他们也萌生了希望和期盼 如今 整个浩天大陆九十九个狱都被占领了 仅剩暗夜狱还没被攻占 百姓们当然兴奋 期待 还有些着急 他们甚至希望 逃逆同盟的两路大军不要休息 马不停蹄地奔袭暗夜狱 尽快将其攻占 最好是一两天内 就能拿下暗夜狱 解救百亿黎明 宣告整个浩天大陆恢复和平自由 另一边 帝氏麾下的三万将士的知消息 全都寝食南安忧心忡忡 前段时间才稳定下来的军心和士气 在一天之内崩溃大半 大军之中 到处都在议论此事 所有人都情绪低落 内心胶着 毕竟 暗夜狱已经是十面埋伏 孤苦无缘了 哪怕他们有三万将士 面对讨逆同盟的两万名大军 有着人数上的优势 但他们的气势已经输了 谁都觉得这一战必输无疑 于是 很多底层的将士们都凑在一起议论 是不是该逃走了 趁着讨逆同盟的两路大军还没杀进暗夜狱 还没有完成合围之前逃离 还有一线生机 如此军心动荡 两百多名神王强者和将领们 自然是看在眼中 他们也十分担心和着急 多次下达眼令 不允许军士们议论讨逆同盟的事 却也没什么作用 反倒是他们镇压得越厉害 底层的将士们越想逃跑 于是 这些无可奈何的神王与将领们 只能去找那十二位神将询问对策 在他们看来 那十二位神将是见过帝师 跟帝师密谈过的 帝师为何那么自信和淡定 肯定也把原因告诉了他们 两百多位神王和将领们 希望十二位神将也能告诉他们 好让他们安心 没过多久 两百多名神王和将领们 就向十二名神将表达了意愿 但很可惜 十二位神将明确表示 帝师严令他们保密 绝不能透露半点消息 不过他们可以保证 让帝师自信和淡定的原因 绝对是非常可靠的 将士们完全不用担心讨逆同盟 哪怕见神再怎么强大 修罗神功都不会有事 胜利终究属于己方 就这样 两百多名神王和将领们被打发了 虽然他们还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心里踏实多了 但有点尴尬的是 当他们面对麾下的无数军事 还是没法具体解释 他们只能拍胸口 打包票 信誓旦旦地称 帝师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也做好了准备 就等讨逆同盟的人来送死 大家不用有任何担心和疑虑 修罗神功绝对会屹立不倒 讨逆同盟终将被覆灭 这种听起来毫无实际意义的空话 对军事们没什么作用 正处于士气低落 心情沉重的军事们 才不会相信这些保证 甚至 很多人都认为 帝师这几个月来都没有任何动作 一副乖乖等死的姿态 如今讨逆同盟都杀到门口来了 也不见帝师有什么行动 肯定是没辙了 既然如此 那就不必再等下去了 还是赶紧逃吧 于是 讨逆同盟攻占凌峰 远天两狱的第二夜 就有三千多名神军高手 逃离了暗夜狱 等到第三夜的时候 又有几名神王和一千多名神军 刺激逃跑了 第四天的夜晚 本来还有一千多人打算逃跑 但是将领们严厉巡查 让他们没有机会 可即便如此 暗夜狱本有的三万将士 如今也只剩下两万五了 相比其讨逆同盟的两万大军 已经不占多少优势了 第五天 那一千多个打算逃跑 却没能成功的军事门 又蠢蠢欲动 但很可惜 这天斜阳落山时 逃逆同盟的大军终于到了 率先抵达暗夜狱 来到修罗洞天之外的 是以图神战舰为首的舰队 修罗洞天是修罗神帝的老巢 大名鼎鼎的修罗神功就在其内 这座洞天有方圆百万里 犹如一个小世界 将土辽阔资源丰厚 平日里 修罗神功居住着近十万人 其中大多数都是仆纵和家眷 只有万名护卫 数十位神王 但是此刻 帝师麾下的两万五千名将士 有一万五千人都在洞天内 另外一万名将士 则把守于洞天之外 那些将士们有一部分镇守洞天出口 更多的在四周巡逻 监察周边的动向 早在几个月前 洞天入口的四周 方圆二十万里都布下了陷阱 埋伏和各种大阵 济天形成这图神战舰 带着大军号浩荡荡地逼近 沿途中 他先后发现了十几座陷阱和神阵 要么设法避开 不能避开的就强行摧毁 既然施法摧毁陷阱和神阵 就肯定会闹出巨大的动静 因此 这支舰队无法隐蔽行踪 离修罗洞天的入口 还有五万里时 就被巨罗的护卫们发现了 第四千一百六十七章最终决战 暗夜狱的将士们固守 等待了几个月 如今 声势如日中天的讨逆同盟 终于来到了修罗秘境之外 看到舰队出现那一刻 巨罗的护卫们先是争了一下 旋即就惊醒了 他们连忙发出警戒 向镇守入口的将领 以及坐镇修罗洞天的神将们汇报消息 做完这些 众人竟然有种如是重负的解脱感 那感觉 就像一个人得了绝症 自知无药可救必死无疑 但他在煎熬中度过一天又一天 等了几个月都没有死去 在此过程中 他扛着巨大的压力和精神折磨 终于有一天 死亡降临了 他自然会有种终于来了 解脱了的感觉 那些巡罗的护卫 镇守洞天入口的将士们 都是这样的想法 就算明知与剑神 讨逆同盟决战 他们极有可能被杀 但他们宁肯要一个痛快的结果 也不要在煎熬中等待 好在 讨逆同盟代表着堂堂正正的威武之师 此刻决战在即 不会搞偷袭 图神战舰带领着舰队 不疾不许地飞过天空 以碾压平推的方式 又摧毁几座阵法 在洞天入口外两千里停下 这让那些巡罗的护卫 以及镇守洞天入口的将士们 都有反应和准备的时间 很快 消息传回到修罗神宫 被帝师和众多将领们知晓 神宫中立刻响起了号角声 唤醒了所有人 家眷 新属和仆纵们 全都撤退到神宫的深处 耐心等待大战的结果 帝师也穿上华贵的神袍 戴上神冠 在一众神将的簇拥下 浩浩荡荡地赶往洞天出口 今天这一战 无可避免 也是双方最后的决战 帝师之前韬光养晦 逼掉了好几个月 就是要等这一天 一雪前耻扬眉吐气 他要绝地翻盘 让见神和讨逆同盟的人 感受到什么叫今天逆转和绝望 他还要让全浩天大陆的人看着 这座大陆终究还是修罗神帝的 任何人都修想撼动和抢夺 哪怕是传奇剑神都不行 所以帝师盛装打扮 步履沉稳姿态威严必出发了 没过多久 他就带招数千名将士们 出现在洞天入口处 入口在茫茫云海中 有一座方圆百里的云台 上面站着五千披甲直剑的将士 云台四周的天空中 还有五千名将士 早已排列出防御阵型 跟讨逆同盟的舰队对峙着 看到帝师又带着五千名将士到来 上万名将士整齐划一的行礼问好 帝师神态雍容又矜持地点点头 是以将士们免礼 随后 他便将目光投向两千里外的舰队 凝视着为首的那艘图神战舰 九艘神剑静静地悬浮在天空中 攻击阵法已经开启 正在默默积蓄力量 炮筒也全部指向了洞天入口 只是 包括剑神在内 没有一个人现身露面 帝师皱了皱白眉 并搅得两缕白发在风中飞舞 他语气低沉又威严地说道 剑神 别来无恙 近日一战 老夫已经等待了近一年之久 你可算来了 怎么 还要藏头落尾 不肯现身吗 千年前的众神大战时 帝师就跟随修罗神帝征战 是为杀剑神的主力之一 所以 两者之间不但很熟悉 了解 还有着深仇大恨 帝师故意这么说 就是想试探济天行在干什么 为何不露面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但济天行并未被他激将 依旧坐在图神战舰的驾驶室内 默默地闭目挑席 事实上 他正在等南宫不获带领的大军来此地会合 同时 他心底深处的那一缕不安之感 也始终徘徊不散 他没有轻举妄动 也是想看看帝师有什么后招和底牌 但很显然 大战还没开始 帝师很沉的筑气 并未一开始就亮出底牌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帝师又开口挑衅了两句 但继天行都不回应 如此态度 让帝师受到了藐视和羞辱 心中怒火丛生 于是 他便不再自讨没趣 干脆在云台上调冰浅江 指挥将士们排列战阵 普通将士们心情沉重且忐忑 只能遵令行事 不敢出言议论 嘲讽济天行 帝师身旁的十二位神将 却想替帝师化解尴尬 纷纷开口嘲笑 祭天行和讨逆同盟 在他们看来 若能激怒剑神 迫使讨逆同盟提前发起进攻 那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 祭天行似乎看穿了这些人的心思和伎俩 对他们的挑衅和嘲笑充耳不闻 时间悄然流逝 半个时辰很快过去了 历境入口的东边 天空中亮起了几道神光 正风驰电车的驶来 那是十一艘形态各异的神剑 每艘神剑都载着九百多人 或是一千多人 这正是南宫不惑率领 由十一家势力组成的大军 总人数近万 刷 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这支舰队划破天空 来到洞天入口外停了下来 南宫不惑并未跟祭天行会合 也在离云台两千里楚亭下 而且 他合计天行率领的舰队 一个在东 一个在西 彼此间也隔了万里远 这当然不是南宫不惑自作主张 也是祭天行的授意 舰队停稳之后 立刻启动攻击大阵 亮出了神炮 积蓄着强大的神力 同时 南宫不惑和十家势力的组长 宗主们 也纷纷传音向祭天行问好 拜见盟主大人 参见盟主大人 属下来迟了 让盟主大人等那么久 还请盟主大人降罪 最后这句话 自然是南宫不惑说的 两支舰队约定好了时间 同时抵达修罗洞天的入口 但南宫不惑来晚了半个时辰 既天行结束闭目养神 站了起来 望向神剑之外 浑身也弥漫着强大的气息 他传音向南宫不惑问道 虽然来晚了半个时辰 但不影响大局 你们赶来的途中 没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吧 之前这半个时辰里 他最担心的就是 必是安插了什么底牌 趁机截杀南宫不惑带领的舰队 南宫不惑连忙达到 让盟主大人担心了 没有发生意外 第4168章决胜之战 既天行早就分析出 若帝师真有底牌和后招 该如何使用 结果不外乎两种 要么在半道上截杀南宫不惑率领的大军 要么埋伏在修罗洞天 关键时刻发起突袭 既然南宫不惑带领舰队顺利抵达 那第一种可能就排除了 我倒要看看 你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望着云台上的帝师 自言自语的悩难以惧 下一刻 他飞出图神战舰 落在战舰的顶端 迎风傲立 神采飞扬 浑身散发出碧逆天下镇压一切的强大威压 他凝视着帝师 语气威严的道 如果你只有这点兵力和手段 那还是引紧救路吧 别浪费时间 帝师皱起眉头 满脸冷笑地说道 见神 千年未见 你还是和当年一样狂妄 哼 看来是之前的一路高跟猛进 让你太过膨胀了 你可知道 老夫就是等着这一天 老夫要在你最膨胀 最畅狂的时刻 将你打落尘埃 当场陨落 唯有如此 才能让你体验到巅峰坠落地狱之感 让你知道何为绝望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嘴角勾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意 问道 就凭你和你麾下的将士 你哪有这个底气 说吧 你的底牌和倚仗是什么 修罗神帝妈 让他别躲躲藏藏了 出来大战一场吧 他这番话虽是试探 但他早就有了七成的把握 可以确定帝师的倚仗是什么 帝师表面没有反应 实际上心里暗自冷笑 见神 你若是惧怕了就只说 乖乖认输投降即可 何必这么多废话 帝师面无表情地望着既天行 语气冰冷地道 只要你认输投降 就算老夫说饶你不死 你也肯定不信 你必须的死 但老夫可以给你个体面的死法 另外 你麾下的那十几家势力 老夫可以不追究他们的罪责 怎么样 老夫够宽宏仁慈了吧 对于他这番话 既天行不屑理会 直接抬手下打了进攻的命令 刹时间 图神战舰率先开炮 释放出六百道毁天灭地的光柱 狠狠轰向修罗 和洞天的入口 两路大军的二十艘神剑锦随其后 也释放出数千道光柱 朝方圆百里的云台轰去 刚才还平静无波的天空 瞬间被耀眼夺目的神光遮蔽 变成一片五彩绚烂的世界 面对漫天光柱的轰杀 云台上的近万名将士并不惊慌 立刻有人启动了防御大阵 不用帝师和神将们下令 上万名将士联手施展神通绝技 展开了反击 刷刷刷 数以万计的神光利刃 和各种风火雷霆 如滔天洪水一般 涌向讨逆同盟的两路大军 下一刻 神光洪流和数千道光柱狠狠碰撞 爆出震撼九霄的巨响 轰轰轰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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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巨响震天 回荡不休 洞天入口的周围 方圆五万里都变成了战场 被五彩神光淹没了 无数光柱和神树光影崩溃 蹦见出亿万道神光碎片 如下雨般洒落天空 狂暴肆虐的冲击坡 就像一圈又一圈五彩的涟漪 不断向外扩散 冲击着周围的山越 眨眼间 方圆五万里就被移为平地 山越和丛林全部消失 变成了焦土废墟 就连天空的云海也被驱散 天空也被撕裂出 几十到漆黑的空间裂缝 如此毁天灭地的对轰和爆炸之下 悬浮于高天上的那座云台 竟然还没被摧毁 只因上万名将士的联手反击 击溃了过半的光柱 剩下的一半光柱 轰中了云台的防御大阵 也全部碎裂了 那座王级极品的防御大阵 也被轰得剧烈战斗 崩开了十几道裂缝 一直以来 逃逆同王占领 浩天大陆近百个地狱时 每个地狱的狱主府 都只有王级上品大阵保护 而这里是修罗洞天 修罗神帝的老巢 整个浩天大陆最威严的地方 作为洞天入口的防御大阵 当然是王级极品的 甚至 在修罗洞天的内部 许多重要的宫殿 宅院和宝库 都有王级极品神阵的保护 尽管讨逆同盟的两路大军 第一次联手进攻 并未攻破云台的防御大阵 那座大阵在帝师等人看来 坚不可摧堪称无敌 没想到 讨逆同盟的第一轮进攻 竟然就把大阵轰出了裂缝 这让将士们心中咯噔一下 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还不等帝师等人反应过来 既天行又挥舞神锤 打出几道璀璨的炫光 狠狠砸向那道防御大阵 帝师和众多神将们这才回过神 立刻就要施法去抵挡 保护防御大阵 但他们的速度慢了一步 只听到砰砰砰几声巨响爆出 防御大阵再次剧烈摇晃 摇摇欲坠 随着弄插弄插的爆裂声传出 巨大的防御光照 又出现了几道裂缝 并且之前那十几道裂缝也扩大了好几倍 已经出现了两道缺口 可惜缺口并不大 只有三丈长宽 不适合讨逆同盟的舰队进入 于是既天行和讨逆同盟的21艘神剑 又发起了第二轮进攻 帝师连忙下达命令 让众多神将们神王强者们施法 为防御大阵补充力量 并快速修复大阵的缺口和裂缝 这可是修罗洞天的关键性防御 第二道屏障 绝不能轻易被攻破 云台上的近万名将士 还有周围的5000名将士 立刻抓住这个机会 拼命施法围攻讨逆同盟的21艘神剑 轰轰轰 数万道神光利刃 和各种各样的神术光影 如滔天洪水般倾泻而下 淹没了21艘神剑 除了图神战剑挡住了漫天攻击 安然无恙 另外20艘王级上品的神剑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表面也被打出许多坑凹和裂纹 若是让帝师麾下的15000名将士 在施法攻击几次 只怕20艘神剑就要被毁了 于是 完颜组长和南宫不惑等人咆哮着 带领麾下的将士们冲了出来 杀啊 攻破修罗洞天 杀尽修罗神功 决胜之战 就在此刻 众多族长和宗主们呐喊着 神仙士族的带领将士们进攻 与对方展开了厮杀 第4169章无敌之姿 大战全面开启 图神战剑和21艘神剑 倾尽全力地轰击洞天入口的防御大阵 既天行和20位组长 宗主们带领两万将士奋勇冲杀 对付帝师麾下的一万五千名将士 帝师本想保持主帅的威严和姿态 坐镇场中指挥将士们拼杀 可他看到剑神亲自出手 带头冲杀 也只能出手作战 他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麾下的神王和将领们 被剑神逐个斩杀吧 于是战斗刚开始没多久 就达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 逃逆同盟为了最终的胜利 爆发出了所有的潜力 不顾一切的冲杀 就连云瑶 姬科 白凤和朝清玉等人 都加入了这场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 不久前突破神王境的纪无恨 还有纪无双和真红 林雪等人 也加入战斗了 如今 跟随在纪天行身边的那十几个人 全都成了神王 无疑弱者 必失麾下的将士们 不为荣誉和尊严 只为活命 也必须倾尽全力地拼杀 不惜任何代价 为了挡住逃逆同盟的凶猛攻势 一万五千名将士们拿出了各种底牌 动用了保命的神器和手段 甚至 还有些身受重伤 自知必死无疑的人 悍然动用禁忌秘术 或者发动了自爆 那些施展禁忌秘法 牺牲神区 寿源和功力 短暂获得超强战斗力的倒还好说 那几个被逼到走投无路 必死无疑之下发动自爆的神王 确实在战场上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造成了害人的破坏力 毕竟 自爆是无差别攻击 不分敌我 轰 轰轰 连续好几声惊天剧响爆出之后 战场上迸发出了好几团五彩的蘑菇云 毁天灭地的五彩冲击坡 眨眼间席卷十万里 摧枯拉朽地荡平了无数山脉和丛林 因为五个神王的自爆 讨逆同盟有一千多名神军被炸死 两千多人受伤 毕师麾下的将士 也有近千人被炸成鸡粉 一千多人遭到重创 双方的损失差别不大 但毕师郁闷得要吐血 没办法 那五个发动自爆的上尉神王 都是他麾下的德利干将 基本都是第一批奉命归来的御主 结果 这五个德利助手还没发挥多大的作用 就被逼得自爆了 死了也就死了吧 还他妈炸死上千个自己人 炸伤一千多人 毕师麾下的将士 人数本来就不多 现在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这已经让毕师很郁闷了 可更让他愤怒 憋屈的事还在后面 开战之后 纪天行就一直盯着他身边那些神将和上尉神王 专挑实力强的下手 毕师每次都全力施法 想跟纪天行对拼 但纪天行轻松化解了他的进攻 并不趁是反击 而是秒杀别的神将和上尉神王 那些神王七重八重的御主和神将们 每一个是纪天行的回合之敌 都只有被秒杀的份 毕师也是巅峰神王 可他自认做不到这点 眼看着身旁的德利干将在快速减少 毕师心忧如焚的同时 也非常震惊和惊惧 在此之前就知道 纪天行的实力堪称神帝之下无敌 否则也不可能轻松诛杀大元帅 但纪天行到底有多强 毕师也没个具体的概念 现在对拼厮杀 他终于体会到了 毫不夸张地说 跟纪天行交手的时候 他有种面对修罗神帝的压迫感 在他看来 纪天行的战斗力 似乎都接近修罗神帝了 这个消息非常惊悚 也让人难以置信 一刻钟之后 两军大战出现了短暂的停顿 毕师麾下的一万五千名将士 已经被杀了四千人 且中尉神王以上的高端战力损失很大 剩下的一万一千名将士 趁势后退得以喘息 逃逆同盟的两万大军 也战死了三千多人 剩下的一万六千多人撤退千里 在舰队的掩护下喘息 表面看起来 逃逆同盟一方没占什么便宜 但实际上 逃逆同盟处于上风和优势 毕竟 必是一方的大军 有那座王级极品神阵的保护 死亡的神王强者更多 双方之所以战时停战 是因为 洞天入口的防御大阵 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遥遥欲坠 这时 纪天行终于祭出了赖以成名的藏天剑 蔑氏之剑 他汲取了海量的世界之力 双手握着藏天剑 凝聚一道长达万丈的璀璨金剑 狠狠展向那座大阵 这一剑 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充满了无穷霸气和毁灭力 就是这么华丽霸道的一剑 看起来没什么技巧和阴谋 却带给帝师等人天大的压迫力 以至于 帝师和将士们都呼吸困难 心中充满了惊惧 他们明知道 这一剑很可能摧毁防御大阵 却没人能鼓起勇气出手抵挡 通龙 下一杀 万丈金剑轰然斩中了方圆百里的五彩光照 爆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那道王级集挺的防御光照 被当场劈成了两半 在崩溃的过程中 光照上密密麻麻的裂缝爆开 导致整个光照都爆碎 蹦出了亿万道碎片 哗啦啦 毁天灭地的冲击坡 霞裹着无尽神光碎片 朝四面八方席卷 拨及了数千名将士 威力消耗大半 光芒变得暗淡的蔑视之剑 也轰然斩在了人群中 幸好帝师和众多神将们 躲避及时 才没有被劈成渣死 可是 有两千多名将士当场遭殃 这些人要么被冲击坡席卷 当场粉身碎骨 要么被蔑视之剑劈中 被碾压成了鸡粉 尸骨无存 除了两千多人被杀之外 还有一千多名将士 遭到重创 伤势凄惨 就连帝师和几名神将 也落得个灰土灰脸的狼狈下场 好 哈哈哈哈 终于破了 没有了大阵的保护 你们就受死吧 讨逆同盟的将士们早有准备 撤退到千里之外 被舰队掩护着 所以没什么伤亡 看到几天行一箭斩碎防御大阵 一万多将士们发出兴奋的欢呼声 习其呐喊叫好 这一刻 双方的军心和士气 有了极大的落差 一方面如土色 战战兢兢 满腔兢聚 另一方面士气高昂 欲战欲勇 杀气腾腾 第4170章应该没问题吧 逃逆同盟的大军士气如虹 喊杀声震天 帝师麾下的九千多名将士 都心惊胆战 内心充满了恐惧 还不等帝师下令撤退 许多将士都情不自禁地向后退去 归缩到洞天入口附近 只要帝师一声令下 他们立刻就能穿过空间之门 逃回修罗洞天 帝师当然知道 此时的情况不宜再战 必须退回修罗洞天 先让将士们休养调习片刻 稳定一下军心 才能与讨逆同盟抗衡 但他不能直接下令撤退 否则九千多名将士 慌不择路 一窝蜂地冲向洞天入口 肯定会出问题 他只能让将士们保持阵型 竟然有序地撤退到洞天内 他和众多神将们不能先退 必须为将士们殿后 预防讨逆同盟的追击 如此大好的机会 讨逆同盟又怎么可能放过 看到帝师麾下的将士们快速撤离 即天行果断挥舞神剑 展开了追击 一万多名将士们也发出喊杀声 施展各种神通绝技 对帝师麾下的将士们发起进攻 刷刷刷 难天神光飞舞 各种毁天灭地的神术光影 如滔天洪水般倾泻而下 轰向帝师和数千名将士 弱势正常的交战 帝师一方虽处于弱势 却能全力以赴的抵挡和化解 但现在不同 帝师麾下的将士们急于逃走 无心恋战 已经有两千多人逃回洞天 两千人正在撤退 只有五千名将士施法抵挡 可想而知 他们肯定挡不住 即天行和一万多名将士的猛攻 只听到砰砰砰的闷响声接连爆出 人群中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神光 传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声 许多人当场被轰杀的尸骨无存 变成鸡粉 还有许多将士侥幸未死 却也被打成重伤 模样十分凄惨 战斗力严重削弱 也幸亏帝师和众多神将们 全力以赴的施法抵挡 掩护将士们撤退 否则 他们的伤亡还会更加惨烈 这一轮猛攻之下 又有五百多名将士被杀 近千人受伤 帝师也着急了 开始催促麾下的将士们 加快速度撤回修罗洞天 既天行和讨逆同盟的将士们 没有停顿 立刻又施展强大的神通法术 对帝师一方展开了第二轮猛攻 帝师和那些神将被打得苦不堪言 伤势不断加重 数千名将士也被打得狼狈躲避 抱头鼠窜 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终于 百息时间过去了 帝师麾下的将士全部撤回修罗洞天 就连殿后的帝师与众多神将 也转身钻进了空间之门 而这个时候 帝师麾下的九千多名将士 只剩下五千多人 至少有四千名将士 在撤退的过程中被杀 还有二十多个神王被济天行解决了 帝师的势力进一步被削弱 哪怕逃回修罗洞天 也没有多大的胜算 济天行估摸着 等讨逆同盟攻破洞天入口 杀进修罗洞天 帝师的倚仗和底牌就该出现了 帝师等人逃进修罗洞天后 连忙关闭了洞天入口 那到高达三十丈的空间之门消失了 看起来空无一物的天空中 其实还有一座无形的阵法 若能破解或者攻破那座阵法 就能闯入修罗洞天 杀气腾腾 士气高昂的一万多名将士们 呐喊着就要冲上去 联手轰破那层大阵 半计天行抬手制止了众人 他已经看出来了 洞天入口也是一座王级极品神阵 一万多名大军联手强攻 再加上二十一艘神剑 确实能攻破那座大阵 但耗费的时间很多 消耗的神力也难以估量 既天行让将士们休息 趁机处理伤势 他施展神童秘法 仔细观察那座无形的大阵 寻找破解之法 虽然洞天入口的大阵 是修罗神帝亲手布置的 非常高深精妙 但既天行最擅长剑道和阵道 造诣也超乎寻常的高 他施法观察了半课钟后 就弄清楚了大阵的构造和脉络 又皱眉沉思 推演了百席时间 便找到了破解之法 随后 他开始施法破解大阵 云瑶基科白凤等一众神王强者 在一旁随时协助 找到破解之法就简单多了 本来既天行需要几个时辰 才能破解这座大阵 但是在众多神王强者的帮助下 他竟然只用了半个时辰 就成功将大阵破解出一道缺口 随后 众人又联手将那道缺口扩大十几倍 变成了长宽三千丈 众人纷纷登上神剑 由图神战剑带领着 依次穿过缺口飞进了修罗洞天 帝师带着麾下残余的五千将士 逃回修罗洞天之后 本想在洞天入口处设下埋伏 他知道剑神肯定有办法 破解洞天入口的阵法 带领舰队杀进洞天 若能在入口处伏击 肯定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但问题是 帝师麾下的五千将士 大多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 士气也非常低落 另外还有一万名将士 一直镇守着修罗神功 不能轻易调动 修罗神功才是重中之重 最后的堡垒 绝不容有失 那一万大军不能动用 就凭他身边的五千将士 若想伏击讨逆同盟 跟宋死也没什么区别 这么一想 帝师就打消了伏击的念头 他干脆就带着那五千将士 老老实实地回到修罗神功 让受伤的将士们休养疗伤 他又指挥镇守神功的一万名将士 开始备战 把这些事物都安排好了以后 他心里暗自琢磨着 这一万五千名将士 还有神功周围的大阵 就是我们最后的屏障了 成败在此一举 胜负就看这一战了 想到这里 他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眼神功深处 内心默默祈祷着 再有三个时辰就满四十九天了 您应该完成了吧 若是今天出了什么插持 恐怕老夫也给不了什么交代 只能成为剑神的剑下亡魂了 一切还得看您的啊 帝师抿了抿嘴唇 表情和心情都变得十分凝重 手也握紧了神剑的剑柄 他知道 讨逆同盟想攻入修罗洞天 至少的耗费一天时间 哪怕剑神亲自出手 外加众多神王相助 也得好几个时辰 入口处的王级极品神阵 称三个时辰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第四千一百七十一张层层推进 事实上 既天行在众多神王的帮助下 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 就杀进了修罗洞天 他本以为 帝师会在洞天入口的附近 布下埋伏和陷阱 这样 就算不能歼灭讨逆同盟的舰队 也能将他们重创 只不过 仅停帝师麾下的五千将士 肯定不够 起码的加上 镇守修罗神功的一万人 如果帝师的胆子够大 真的这么做了 绝对会有收获 至于结果如何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很可惜 帝师从来都不是一个 胆大疯狂的家伙 相比正常人更加谨慎 所以 既天行在洞天入口的附近 并未看到埋伏 有些小小的失望 只是按照惯例 帝师提前在洞天入口附近 布下了一些陷阱和阵法 目的是给讨逆同盟制造麻烦 拖延一下时间 但既天行早有防备 用神童秘术看穿了那些陷阱和阵法 一一避开了 如此一来 讨逆同盟确实被拖延了一点时间 但无伤大雅 修罗洞天很大 地域辽阔 资源丰厚之极 神力也无比充裕 这些都不必多言 此时 这片风景归立的天地间 弥漫着沉重又压抑的气氛 讨逆同盟的舰队所过之处 放眼四野 竟然看不到一个活人 既天行相信 帝师肯定早就遣散了 闲杂人等 以及没什么战斗力的闲散人员 而帝师麾下的将士们 肯定都集结在了修罗神宫附近 等着和讨逆同盟决一死战 既天行并不着急 图神战舰带着二十艘战舰 不急不许地推进 直指修罗神宫 沿途的四十万里途中 自然是遭遇了很多陷阱和阵法埋伏 那都是帝师在前几个月设下的 早在那个时候 帝师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不过 既天行总能提前察觉到危险 巧妙地避开 两刻钟后 舰队一路有惊无险地抵达修罗神宫 那是一片方圆千里的宫殿群 有六十多座唯厄的山峰 每座山峰上都有宫殿和宅院 修建的富丽堂皇 最中间的主峰 也是最唯厄雄壮的巨峰 山巅上矗立的那座宫殿 最是磅驳大气 神圣庄严 那便是修罗神宫 逃逆同盟的舰队 在离宫殿群千里远处停了下来 只因 宫殿群早就启动了方圆千里的护山大镇 将几十座山峰都笼罩了 那座精妙绝伦的护山大镇 是修罗神宫最关键的一道屏障 乃是货真价实的王级极品神镇 透达七尺的暗红色光照 有无尽血光流转 释放出冲天的杀意和灵力气息 更有一万两千名全副武装的将士们 守护在大镇的边缘 对讨逆同盟的舰队虎视眈眈 另外三千名将士都受了不轻的伤 是从洞天入口撤回来的那一批 此刻正在神宫中处理伤势 碧师带着九位神将 也站在修罗神宫的广场上空 遥望着讨逆同盟的舰队 至已至此 这已经是最后的决战 双方都没有废话 便直接开打了 讨逆同盟的二十一艘战舰 都启动攻击阵法 疯狂积蓄着神力 释放出曝天盖地的炮火和神力光柱 碰碰碰 轰轰轰轰 震耳欲聋的聚响声爆出 响彻天际 犹如剑语般密集的漫天光柱 也狠狠轰中了暗红色的护山大阵 只见 无数神力光柱都崩溃炸裂 蹦见出亿万块神光碎片 大方圆千里的暗红光照 也剧烈摇晃着 暴闪着神光 二十骚亡及上品神剑的炮火 并没有伤到那座护山大阵 最多只能消耗其力量 只有图神战剑释放的几百道光柱 将暗红光照轰出了几十道裂纹 但是 那道光照实在太厚了 出现一些裂纹也没什么 逃逆同盟的第一轮进攻 几乎无法撼动护山大阵 惹得大阵里的一万将士们嘲笑不已 毕师大手一挥 下达了反击的命令 于是 数百名将士施法操纵护山大阵 释放出遮天蔽日的神术光影 如同洪水搬砸向讨逆同盟的舰队 之所以利用护山大阵来反击 没让一万多名将士们出手 就是为了保存实力 毕师新知肚明 讨逆同盟的力量再强 短期内也奈何不得护山大阵 他正好可以借助护山大阵的威力 消耗讨逆同盟的力量 另外 一万一千多名将士就算全力出手 也不可能打败讨逆同盟 终究是白费利器 不如拖延时间 等待那位底牌出现 再跟讨逆同盟决一死战 才是明智之举 帝师此举果然有效 一万多名将士保持观战状态 只有几百名将士操纵护山大阵 就成功拖住了讨逆同盟 21艘神剑拼了命的不停进攻 消耗无数的资源 持续不停的释放炮火和光柱 轰击护山大阵 但护山大阵怎么也没有破损 最多只是被图神战剑 轰出一些裂缝罢了 即便护山大阵再怎么摇晃 战斗 待在大阵里也安全无比 没有任何危险 帝师麾下的一万多名将士们 看着讨逆同盟的舰队狂轰烂炸 却始终没什么效果 便笑得更加的一唱狂了 他们大肆嘲讨逆同盟 士气也跟着上涨 内心都安定了许多 护山大阵带给他们的安全感 远比帝师喊一些空泛的口号更管用 就这样 双方僵持了一刻钟左右 讨逆同盟的21艘战剑 连续不停地轰击了十几万次 起码消耗了价值2000多亿的资源 野性亏计天行现在富甲天下 拥有几百万亿的资源 才经得起这样消耗 可惜的是 纵然消耗了这么多修炼资源 也没取得什么成效 护山大阵依然完好 即使表面被轰出了很多裂缝与坑凹 却也并未真正破裂 在数百名将士的操纵下 大阵表面的裂纹和坑凹 也在慢慢地修复中 最多半天之后 那些裂缝和坑凹就会消失 大阵也要恢复如初 这让季天行有些郁闷 他已经看出来了 毕师就是想拖延时间 削弱逃逆同盟的战斗力 再找机会反击 既然如此 绝不能让帝师如愿 于是 他果断下令 让舰队停止进攻 让将士们先休息片刻 然后 他让白龙把图神战舰的威力提升到极致 不惜代价的进攻大阵 集中轰击某一个点 他也持着藏天剑和神锤 心自出手了 第4172章成功破阵 剑宇 不等帝师反应过来 既天行飞上高天 剑指苍穹 发出一声木喝 他动用全部力量 使出了神通绝技 是要尽快攻破护山大阵 苍穹之上 立刻亮起了璀璨夺目的星光 出现了9万颗星辰光点 密密麻麻的星辰 犹如流星雨般倾泻而下 带来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力 护山大阵之内 那一万多名将士正在议论和嘲笑 讨逆同盟的舰队怎么停止进攻了 这时 他们看到图神战舰独自攻击大阵 且剑神亲自出手了 众人都收敛了嘲讽和冷笑 满腔好奇和警惕地打量着剑神 所有人都听说过剑神的威名 与恐怖绝伦的实力手段 直到此刻 他们才真正见识到 剑神最拿手的剑道绝学 无数人都抬头仰望苍穹 看到那绚烂的漫天星辰 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下一刻他们才看清楚 那从天而降的九万道光点 并不是什么星辰 而是九万道星辰巨剑 百道巨剑都长达千丈 名若实质 蕴含着破灭一切的无上神威 漫天剑雨还未至 上万名将士们已经感受到恐怖的神威 还有无比恐怖的通天剑意 这一刻 他们已经体会到了 剑神究竟有多么强大 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严肃 民众 心也提了起来 涌出浓浓的担忧 之前他们对护山大阵非常信任 此时也不禁产生了担忧和顾虑 这座堪称无敌的护山大阵 真的能挡住剑神的剑道绝学吗 就在将士们发愣之际 帝师回过神来 也是心中一惊 有些焦急的呐喊道 还愣着干什么 快出手 大家联手支撑大阵 为了保险起见 帝师不得不命令将士们全部出手 施法维护山大阵增强力量 护山大阵太重要了 容不得任何闪失 一万多名将士们反应过来 联盟运工施法 要维护山大阵增强力量 只可惜 他们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 轰轰轰轰 下一刹那 九万道星辰巨舰就吸着无尽神威 狠狠轰中了暗红色的护山大阵 惊天动地的巨响声爆出 震耳欲聋 传遍方圆几万里 偌大的护山大阵 当即被无边星光淹没 承受到恐怖绝伦的冲击力时 也剧烈摇晃起来 之前护山大阵就被轰出了裂缝和坑殴 图神战舰也集中火力 轰击那片受损的区域 此时 漫天剑鱼也在继天行的操纵下 故意轰向那片区域 反复轰击 于是 在一连串的轰龙巨响声中 众人清晰听到了一阵 弄插弄插的破碎声 那些正在运功施法 维护山大阵注入神力的将士们 下意识地望向头顶 然后 他们就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只见那无比厚实的护山大阵 竟然在九万道巨舰的连续轰击下 有万丈方圆的区域 出现了密密码码的裂缝 裂缝在快速扩散 加深和加粗 甚至蹦践出了暗红的神光碎片 当九万道星辰巨舰完成第一次轰击之后 那片方圆万丈的裂缝区域 中间竟然明显凹陷了下去 那数以千计的裂缝 也逐渐汇聚到一起 仅剩下几百道裂缝 此时的裂缝 基本都有几千丈长 好几丈宽 众人的目光透过那些裂缝 已经能清晰看到外面的天空 毫无疑问 堪称防御无敌的护山大阵 终究还是被攻破了 只是那片破裂的区域还没崩溃 所以还没出现巨大的缺口和漏洞 但所有人都知道 那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快 快 施法支撑大阵 修复裂缝啊 帝师当场变了脸色 满腔焦急地怒吼着 情急之下亲自出手 施法操纵大阵 一万多名将士们都慌了神 全都不顾一切的输送审理 注入虎山大阵中 尽管 众人拼了命地为大阵增强力量 修复那些裂缝和凹陷 但修复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 九万道星辰巨舰经过第一轮轰击之后 只有两万多道巨舰爆碎了 还剩下六万多道星辰巨舰 竟然在天空中结成巨大的舰阵 持续不停地轰击那片破裂区域 羞羞羞 见光穿梭飞舞 速度快如闪电 发出阵阵间笑声 砰砰砰 巨舰不断轰击破碎的区域 爆出一连串的沉闷巨响 见出漫天星光和红光碎片 显然 星辰巨舰在不断破碎 消散 但那片破损的区域 也在不断扩大凹陷 蹦见出神光碎片 众人都亲眼看到 那片区域的裂缝在快速扩大 逐渐出现了缺口和漏洞 如此结果 让帝师麾下的将士们心忧如焚 满腔焦虑 而讨逆同盟的一万多名将士们 却是情绪激动 精神振奋 又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这时 继天行又挥舞神锤 连续砸出98道神光 持续轰向那片破损的区域 又听到轰轰轰的巨响声爆出 那片区域加速破碎 见出更多的神光碎片 大阵的力量在衰弱 光碧的厚度在消减 缺口和漏洞也越来越大 随着继天行抬起藏天剑 汲取五行世界的世界之力 展出一道蔑视之剑 这一刻不止帝师瞳孔紧缩 面露惊骇之色 就连他挥下一万多名将士们 也是心脏猛低一抽 神色巨变 轰隆 下意杀 惊天动地的巨响声爆出 在万众瞩目之下 灭视之剑轰然批中户山大阵 将那片破损的区域 批成了千万块碎片 无数暗红色的神光碎片 蹦见开来 一道方圆万丈的巨大缺口出现了 狂暴肆虐的冲击坡 狠狠冲击着户山大阵 使其剧烈摇晃 大阵里的一万一千多名将士们 也受到冲击坡的席卷 被轰得人羊马翻 惨叫连连 就这样 历史心中的最强屏障 户山大阵被攻破了 顺带还有几百名将士 很倒霉地被冲击坡席卷 当场死亡了 接下来 不用记天行发号施令 早就续是代发的二十一艘神剑 全力以赴的释放炮火和光柱 轰向护山大阵的缺口 轰轰轰 随着阵阵据响声传出 那道缺口又扩大了一倍 周围撕裂出无数裂缝 如此一来 帝师和将士们想修复护山大阵 也不可能做到了 第四千一百七十三张笔牌出现了 杀啊 护山大阵已破 杀光他们 正力属于我们 好天大陆属于我们 护山大阵被攻破 使得讨逆同盟的将士们士气高昂 精神亢奋 他们激动地呐喊着 很想冲出神剑 杀进护山大阵 将帝师麾下的将士全部诛杀 然后 大军在占领修罗神功 就可以宣布胜利了 但既天行没有下达命令 将士们也不会擅作主张 他们仍然遵照命令 时刻紧握着兵器 耐心地等待着 二十一艘神剑也没有急于冲进 护山大阵 仍然在大阵外的千里远处 不断释放炮火和光柱 每一个呼吸 都有数千道炮火和光柱 穿过护山大阵的缺口 轰向帝师和上万名将士们 既天行的目的很明显 先用战舰的炮火 远端轰杀帝师和麾下的将士 进一步削弱对方的力量 待对方伤亡惨重 战斗力孱弱之际 再派出讨逆同盟的大军 冲进护山大阵 这样做 可以有效保存几方的实力 减少人员伤亡 但坏处也很明显 那就是太消耗修炼资源了 不过 既天行几乎掌控了整个浩天大陆 还随身带着价值几百万亿的资源 根本不在乎这点消耗 轰轰轰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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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炮火连天 巨响声不断 在天地间回荡不休 虎山大阵内 帝师和麾下的将士们苦不堪言 看到虎山大阵被攻破 缺口已经扩大到方圆二十里 怎么都修复不了 帝师只能下令放弃 他带头施展神通绝技 和一万一千名将士们联手施法 抵挡讨逆舰队的轰杀 可惜 他们的实力有限 最多只能抵挡和化解八成的炮火轰击 终究会有两成的炮火和光柱 轰击在人群中 造成不小的伤亡 每一个呼吸 都会有几十名将士被轰杀 当场死亡 场中一片血肉横飞的景象 方圆千里都被耀眼的神光淹没了 帝师一边强撑着 还频频回头望向修罗神功 内心焦急地嘀咕着 我们已经撑不住了 您怎么还不出手啊 不过 他所倚仗的那位强者 似乎听不到他的祈祷 修罗神功里始终没什么反应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百席 此时 护山大阵之内 方圆千里的山峰和丛林 都被摧毁了大半 至少有上百座宫殿和宅院 被漫天炮火和光柱烘成废墟 只有一半的宫殿 有防御大阵的保护 尚能支撑得住 但无庸置疑的是 那些被大阵保护的宫殿和山峰 也支撑不了多久 终究会化作尘埃 帝师和众多神亡强者都受了伤 一万一千名将士也被轰杀了两千多人 仅剩九千人还在苦苦支撑着 但战斗力正在快速拴弱 被漫天炮火逼得不断后退 帝师心忧如焚 只能下达命令 让躲在神宫里处理伤势的三千将士 也加入战斗 这一万二千人 就是帝师麾下最后的兵力了 若是这些将士也被轰杀 那他就无兵可用了 到时候 就算那位底牌出现 恐怕也回天乏力 无法击败讨逆同盟 毕竟 讨逆同盟还有一万六千多人 且状态饱满 战斗力充盈 轰轰轰 逃逆舰队的炮轰还在持续 操纵神剑的将士们 从未像此刻这般开心 兴奋 看到护山大阵内 一座又一座宫殿和宅院被摧毁 一批又一批修罗神帝的爪牙被轰杀 他们心情澎湃 又是百席时间过去了 帝师和众多神将的模样更加狼狈 个个都满身伤痕 劈头散发 一万两千名将士也被轰杀了两千 仅剩下一万人左右 帝师知道 不能再这样对抗下去了 最多半个时辰 这最后一万将士就会全军覆没 于是 他只能带着万名将士门且战且退 向修罗神宫附近退去 见此情景 逃逆同盟的舰队并不急于追击 他们在继天行的指挥下 先集中火力轰击护山大阵 将缺口进一步扩大 不依惠尔 半座护山大阵都被摧毁了 剩下的一半暗红光照 也随之崩溃碎裂 五千名将士稳步逼近修罗神宫 眼看着 帝师和麾下的将士们失去屏障 在漫天炮火重伤亡惨烈 人数锐减 他们只能逃入最后的堡垒 修罗神宫 修罗神宫有两重极品神阵保护着 比护山大阵的防御力更强 更难摧毁 帝师盘算着 只要他们躲在修罗神宫中 全力支撑防御大阵的运转 怎么都能突延几个时辰 至于几个时辰之后 若是底牌再不出现 那他们也就只能灭亡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 帝师亲手施法 开启了修罗神宫的大门 弄弄弄 高达百丈的青铜大门 缓缓朝两侧打开 帝师和麾下的将士们 正要跨过大门 冲进修罗神宫 就在此时 大门后方的宽敞大殿里 突然涌出来无边的血色洪流 刷那一股血色洪流狂涌而至 吸着无尽神威和血腥之意 飞到神宫外面的广场上空 在两万多人的注视下 这道长达万丈的血色洪流 在天空中扭曲浓缩 很快就凝聚成了人形 晨光闪烁 血火生腾 一道高达千丈 背生六只血色羽翼的巨大神灵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这尊通体血红色的神灵 以漆黑的死亡之气凝聚铠甲 包裹了八成的身躯 它有着硕大的脑袋 满头紫色烈焰长发 六只血焰羽翼 还有一张凶灵又威严的脸庞 他就像一座巨大的山岳 横跟在广场上空 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讨逆同盟的将士们 顿时 一万五千名将士们压力暴增 所有人都心深恐惧何敬畏 情不自禁地停止了脚步 而帝师及其麾下的将士 全都露出了惊喜 难以置信的表情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第四千一百七十四张绝地翻盘 神帝碾下 是神帝碾下归来了 五等参见神帝碾下 这一刻 历师和麾下的近万名将士们 都发出兴奋 难以置信的惊呼声 所有人都情绪激动 惊喜万分 忍不住呐喊起来 前一刻 他们还心忧如焚 满腔焦虑和绝望 而此时 他们悬着的心都落回度中 露出了如是重负 劫后余生的庆幸笑容 尽管大战还没结束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但是在这万名将士的心目中 他们已经赢了 安全无语 因为 他们至高无上的霸主 修罗神帝回来了 在他们的认知中 唯有修罗神帝 才是真正的无敌 剑神虽然强大可怕 却无法跟修罗神帝相提并论 没错 那尊高达千丈的黑甲巨神 犹如掌控地域的死神 正是大名鼎鼎的修罗神帝 自从修罗神帝统治 浩天大陆之后 便将大权交给帝师和蒙帅 而他最心于研究 域外虚空的挥舞谜团 几乎不再过问 浩天大陆的事 也基本没路过面了 尽管如此 浩天大陆的每座城池里 都有他的神像 所以 但凡是浩天大陆的子民 就没人不认识修罗神帝 当帝师和万名将士欢呼 沸腾之际 讨逆同盟的一万五千名将士们 也都吓傻眼了 二十艘神剑停止了进攻 操纵神剑的将士都愣住了 就连白龙也露出恶然之色 停顿了片刻 才继续释放炮火和光柱 二十个上古士族和宗派的 一万五千名将士们 也愣在了原地 目瞪口呆地望着修罗神帝 众人都瞪大了眼睛 脸色难看 眼底蕴藏着深深的恐惧 甚至 很多神军进的高手们 胆子稍微小点的人 都面色惨白地低下头 抵挡不住修罗神帝的杀气和威压 正所谓 人的名 树的影 五大神帝在神界所有生灵的心目中 就是至高无上不可战胜的神 这个观念 经过千年岁月的积淀 早已根深蒂固了 哪怕这一万五千名将士们 跟随着强大的剑神 百战百胜无往不利 但是 此刻看到修罗神帝出现 他们还是满腔惊恐和绝望 仿佛看到了死亡降临 没办法 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 都有一个定论 剑神虽强 却还是不能跟修罗神帝相提并论 至少 目前的剑神还不够资格 因此 二十位族长和宗主们的脸色很难看 也十分心虚 他们已经预料到 今天的结局恐怕会改写 之前取得的所有胜利 都将被颠覆 眼看着 讨逆同盟就要攻占修罗神功 彻底掌控浩天大陆 但修罗神帝出现了 帝师就能绝地翻盘 没错 对帝师和麾下的万民将士而言 这就是绝地翻盘 当修罗神帝出现时 既天行也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 皱眉凝视着对方 此时 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果然不出我所料 帝师最后的倚仗和底牌 只能是修罗神帝 其实 这是个很简单 也没什么悬念的问题 就连帝师麾下的神将和神王门 看到修罗神帝出现 也有种恍然大悟之感 听到帝师和将士们呼喊修罗神帝的名字 全都姿态狂热地行礼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他运用神童秘术 死死盯着修罗神帝 仔细地观察和分析 一开始 他心里也有些震惊 还以为修罗神帝的本尊回来了 若真是如此 那他也没什么把握 能打败修罗神帝 但他始终认为 这不大可能 在修罗神帝的眼中 预外星空的那个挥舞谜团 肯定比浩天大陆更重要 而事实证明 既天行分析得完全正确 他仔细观察后发现 前方这尊高达千丈的修罗神帝 并非本体 只是一具身外化身 只不过 这具化身有点古怪 似乎用类似练器和陷阱的手段 进行过际练 使得这具化身与真身非常接近 几乎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也正因如此 除了帝师以外 上万名将士都以为修罗神帝的本尊回来了 既然确定是修罗神帝的化身 祭天行也就松了口气 放心了 对付修罗神帝的本尊 他没多大把握 但对付一道化身 哪怕是特制加强版的化身 他也有足够的信心 就在这时 修罗神帝俯视着祭天行 开口说话了 龙天 你没想到 本帝会在这里等着你吧 修罗神帝的声音低沉如闷雷 嗡嗡作响 在天地间回荡着 蕴含着强大的威压和振折 但既天行身姿傲然的与之对峙 气场和威压丝毫不被压制 这很难猜到吗 近半年以来 帝师既无人可用 也没什么动作和计划 一副乖乖等死的姿态 偏偏他不慌不忙 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本座一猜便知 肯定是你通知他 会在关键时刻赶回来 否则他怎么可能沉得住气 修罗神帝皱了皱眉头 一双巨大的血焰瞳孔中 闪烁着冷笑的意味 呵呵 这倒是不假 你若连这点都分析不出来 也不配称为剑神 虽然你这一年来战无不胜 已经攻占了九十九个玉 但本帝归来了 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化作乌有 你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你已经输了 别再浪费时间了 认输投降吧 修罗神帝凝视着济天行 平静的语气中 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 济天行却倾笑着道 如果是你的本尊归来 或许还有资格说这种话 但你只派了一道化身回来 也想绝地翻盘 你未免太小看本座 也太高估自己了 你应该很清楚 另外几个家伙的身外化身 早就被本座灭了 而你的化身 也是同样的下场 既天行的声音不大 却中气十足 自信满满 清晰传遍了全场 听到他这番话 历史麾下的万名将士 都争了一下 满腔兴奋和激动消散大半 许多人露出了恶然之色 竟然不是神帝缅下的本尊 而是一道化身 万名将士的脑海中 同时闪过这个念头 有些失望 讨逆同盟的一万六千名将士们 也是愣了一下 旋即都松了口气 脸色缓和许多 竟然不是本尊 而是一道化身 那就好办了 咱们还有机会 第四千一百七十五张 血魂祭炼 修罗神帝的本尊清智 和他的化身降临 完全是两个概念 许多神亡强者们都明白 修罗神帝的身外化身 大概只有本体的一成实力 化身可以自由行动 不受距离远近的束缚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五大神帝都会炼至身外化身 代替本体在外行动和处理事物 无往不利 尽管分身只有本体的一成实力 但也是货真价实的神帝境 远远超过神王境 即便是巅峰神王 对上神帝的化身 也没有任何胜算 但眼下的情况不同 既天行虽是巅峰神王 真实的战斗力 却早就超出了神王境 在所有人看来 他的实力已经非常接近神帝境 与五大神帝的差距并不大了 可想而知 修罗神帝的这道化身 多半不是既天行的对手 因此 帝氏一方的将士们有些失落 士气低沉 内心又充满了忧虑 而讨逆同盟的一万多名将士 心中的担忧和畏惧都消散了 明显都松了口气 众人都满腔期待 等着看计天行大战 修罗神帝化身的场面 虽然众人都听说过 剑神在回归神界之前 就斩灭了几位神帝的化身 但那只是听说 谁都没有亲眼看到 也没听说详细过程 所以没什么概念 今天不一样 在场的人都有眼福 能亲眼看到一场至尊之战 这让他们怎么不兴奋 激动期待 看到众人的反应 修罗神帝的化身也露出了冷笑之色 双眼中尽是轻蔑 龙天 其实早在五十天前 本帝就回到了浩天大陆 你可知道 本帝为何等到今天才现身 突如其来的这句话 令得场中的众人都愣了一下 既天行也皱起了眉头 盯着修罗神帝的化身 仔细观察了几眼 全集 他猜到了什么 便冷笑着回应道 你五十天前就回到浩天大陆 却不敢对本座出手 无非是有自知之明 知道你不是本座的对手 所以 你在这五十天内 利用什么邪门歪道的办法 将化身计练得更加强大 才有把握对付本座 神帝强者的身外化身 就如同一件神器 或者一种物品 化身不能修炼和参悟神功 神力也无法快速恢复 便没什么方法能提升战斗力 但是修罗神帝把自己的化身 当作神器来对待 利用某些计练之术 对化身进行强化 附加一些力量 就能增强化身的战斗力 这四十九天里 修罗神帝的化身 一直在神宫的地底深处 在雪魂祭坛中施法计练 为此 修罗神帝耗费了价值过万亿的修炼资源 还献祭了九万八千个天神的性命 那九万八千名天神 都是好天大陆的子民 一半是神族 还有一半是异族 早在半年前 帝师接到修罗神帝的传讯和命令 就在暗中执行这个任务 帝师派出绝对心腹和将领 前往各个地域 暗中搜罗合适的目标 那九万八千个用来献祭的天神 需要半数的男子 半数的女子 还要求两成的童子 两成的老翁 此外 这些人神力的属性 资质和血脉的等级 也有相应的要求 总而言之 找出九万八千个合格的献祭品 而且要悄悄进行 不走漏消息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只有帝师这种掌控整个大陆 全是滔天的强者 才能悄无声息地完成 换作其他任何势力 都不可能秘密完成 修罗神帝俯视着寄天行和讨逆同盟的将士 杀气腾腾地冷笑道 这四十九天之内 有九万八千个天神镜的祭品 在血魂祭坛中完成了献祭 向本地奉献了他们的血魂和力量 虽然这只是本地的一句话声 但经过血魂献祭之后 如今力量暴增了五倍 已经拥有本地五成的实力了 龙天 还有你身后那些楼屹门 现在 你们明白本地的良苦用心了 呵呵呵 别赋予顽看了 认输投降 接受本地的裁决吧 威严的声音传遍全场 霸道威严的气息 令众人都变了脸色 帝师麾下的万名将士满腔惊喜 又恢复了信心 目光变得精亮 而讨逆同盟的将士们都皱起眉头 神色有些凝重 眉宇间充斥着担忧之色 只有寄天行面不改色 神色漠然地望着修罗神帝 与其冰冷的道 邪门歪道而已 终不能长久 即便这道化身 有你本体的五成实力又如何 本作今天救灭了你 看看你所谓的五成实力 究竟有多少水分 哼 唱狂 修罗神帝皱眉冷恒一声 挥舞尖锐的黑色利爪 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杀了他们 一个不留 虽然 修罗神帝的这道命令 听起来有点古怪 帝师麾下的万名将士处于劣势 想为杀讨逆同盟的一万多人 还不留一个糊口 听起来就像是痴人说梦 但修罗神帝的化身在场 且化身经过血魂济炼 拥有本体的五成实力 这便给了万名将士们 莫大的信心和勇气 听到修罗神帝的命令 帝师便带着万名将士 十分汉勇地发起了冲杀 既天行也挥舞藏天剑 指向修罗神帝及其麾下的将士 目喝一声杀 讨逆同盟的一万多名将士 立刻发出怒吼与咆哮 挥舞着刀剑神兵 全力以赴地展开进攻 以图神战剑为首的舰队 也释放出最狂暴的炮火 向修罗神功发起猛烈的轰击 这场惊天动地 堪称千年来最宏伟 壮观的大决战 终于正式展开了 亿万道绚烂的神术光影 笼罩了几万里天地 使得这片区域变得五彩混沌 数万种神通术法 绽放出刺眼夺目的炫光 迸发出毁天灭地的威力 在天地间激烈碰撞 爆出撼动九霄的巨响 狂暴绝伦的冲击波 霞裹着无尽的神光碎片 朝四面八方扩散 摧毁一切事物 短短片刻后 方圆十万里都沦为荒土废墟 场中只剩一座孤零零的修罗神宫 还有双方的两万多名将士 在天地间舍命地拼杀 第四千一百七十六章 弑军力敌 战场上 兵对兵 将对将 逃逆同盟的一万五千名将士 奋不顾身地围攻帝师麾下的万名将士 二十个上古士族和宗派的神王强者们 与帝师麾下的一百多名神王厮杀缠斗 南宫不惑 完颜族长 独孤战 蓝无忌江出云和徐百炼等人 都有神王静九重的实力 这十位族长和宗主们 联手为公帝师 既天行的目标 自然是全场实力最强悍的修罗神帝 姬科 云瑶和姬无恨等人 也在战场上奋勇冲杀 他们相互照拂 结成战阵 进退有度 不断斩杀一批又一批帝师麾下的将士 有王及极品神器的保护 他们无往不利 所向披靡 除了帝师这样的巅峰神王 几乎没有谁能奈何他们 但修罗神帝被祭天行缠着 帝师被十位族长和宗主们拖着 根本抽不出手 于是 这场大决战从一开始 就呈现出一面倒的局势 帝师麾下的万名将士惨遭徒露 根本无法冲破讨逆同盟的包围 他们被逼得不断后撤 只能往修罗神宫里归缩 可即便如此 他们的人数也在大幅衰减 士气越来越低落 以图神战舰为首的舰队 持续不停地释放炮火 猛烈轰击修罗神宫 修罗神宫的王及极品神阵 也全部开启 全力以赴地运转着 有近乎无穷尽的修炼资源支撑 那两座王及极品神阵 至少能支撑好几年 但是 21艘神剑的持续轰击 外加厮杀大战的渔波冲击 以及一万多名将士的猛攻 还是让两座大阵不堪重负 大战进行一刻钟后 修罗神宫的第一层防御大阵 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防御力也明显下降 大战持续三刻钟之后 帝师麾下的万名将士 就被屠杀了五千左右 幸存的五千人也伤势惨烈 纷纷归缩到修罗神宫内 不敢再冲出来 他们依仗着修罗神宫的防御大阵 顽强抵抗逃逆同盟的进攻 妄图突延时间 凭他们这些人 是不可能获得胜利了 帝师也被十位族长和宗主围攻 被打得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已经自顾不暇 不可能扭转战局 所以 五千将士把翻盘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修罗神帝的身上 而此时的修罗神帝 与祭天行在苍穹之上厮杀了几万招 早就把洞天打得千疮百孔 瀕临破碎了 他们辗转战场 早就转移到五十万里之外了 这五十万里的天空 布满了漆黑的虚空裂缝和漏洞 清晰可见天外的星辰 恐怖的虚空乱流和风暴 从那些裂缝和漏洞 一股脑的涌入洞天 正在肆虐横扫 洞天内的山川 江河与丛林 都被虚空风暴摧毁湮灭 哪怕天道一直在缓慢修复那些虚空裂缝和漏洞 却也跟不上破坏的速度 因此 修罗神帝的这座洞天 很快就会支离破碎 彻底瓦解 至于既天行和修罗神帝 早就离开这处洞天 转移战场到虚空中去了 像他们这种境界和层次的强者 已经不适合在神界厮杀大战了 无论他们在神界的哪里 只要全力拼杀 就肯定会打得天地破碎 空间崩裂 造成巨大的灾难 只有广袤无垠的虚空 才适合他们拼杀作战 离神界千万里远的虚空中 既天行与修罗神帝的化身 正在虚空中对峙着 两人相得万里之遥 彼此凝视着 锁定对方的气息 却都没有轻举妄动 在此之前 他俩已经拼杀了几万招 消耗了大量的神力 此时 两人都在默默地调习 处理自身的伤势 没错 他俩都受了不轻的伤 既天行的白袍早就破烂不堪 染上了金色神血 满头长发也披散着 浑身有二十多道伤口 有一半都身可见骨 伤口处不断躺出鲜血 但他像是不知道疼痛一样 面无表情 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他左手握着神锤 上面缭绕着紫色雷霆 右手握着藏天剑 剑刃沾染了紫色的鲜血 闪烁着暗红的火焰 那紫色的鲜血 自然是修罗神帝化身的 高达千丈的修罗神帝化身 此时也扣揉着腰 剧烈地喘息着 他那粗壮结实的双臂 还有肌肉线条 高高隆起的胸膛与后背 有十几道纵横交错的伤口 触目惊心 背后的六只修罗羽翼 也被刺穿了两只 不断地躺出紫色血水 此时的他 施展出临时提升战斗力的神通匿迹 浑身缭绕着紫色的火焰 蒙着一层暗红的杀气 两人拼杀到现在 互有胜负 伤势也相差不远 谁都没能占到便宜 这个结果 正在济天行的预料之中 却超出了修罗神帝的意料 他念慕猙獰 双眼泛着寒光 死死盯着济天行 沉生冷喝道 龙天 你死而复生才多少年 不但回到了巅峰神王之境 实力还比当年强大了好几倍 如此迅速的成长速度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在此之前 修罗神帝就知道 济天行曾灭杀了几个神帝的化身 毕竟 几位神帝的本尊都在虚空深处 围绕着灰雾弥团 他们之间是保持联系的 尤其是面对剑神 这个共同的敌人 当然会互通消息 所以 修罗神帝返回神界之前 对济天行没有半点轻视 他本以为 通过血魂祭炼之后 化身的实力提高四五倍 就有把握斩杀济天行 但他现在才发现 济天行成长的速度如此恐怖 明显比回到神界之前 更提升了几倍 这就让修罗神帝 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 龙天 本帝不得不好好考虑一下 这天地间究竟有什么宝物 能让你成长得如此迅猛 实力飞跃性的提升 修罗神帝目光冰冷的凝视着济天行 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 什么极品神器 神丹妙药 都不可能有如此功效 以本帝猜想 恐怕只有和永恒天书并列的 朱天阵图 才有这般逆天之功效吧 呵呵呵 你可以瞒得过别人 却瞒不过本帝 朱天阵图一定在你手中 对不对 第四千一百七十七章天道化身 对世间的所有人来说 王级极品的神器 神丹 功法和各种材料 便是最顶级的至宝 包括很多巅峰神王 都是这般认为 但对五大神帝而言 王级极品的神物 他们早就司空见惯了 永恒天书和朱天阵图 这两种明显超越神王境 能沟通和驾驭天道之力的神物 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至宝 当然 除了这两件来历神秘 凭借未知的神物之外 还有虚空深处的纳德挥舞谜团 也对他们有致命的吸引力 就目前来说 这三件事物才是五大神帝最关心的 除此以外 什么王朝霸业 亿万资源和财富 都是浮云 因为 像五大神帝这种实力境界 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他们早已超越众神 凌驾所有生灵之上 他们所追求的 不是什么财富 全是和名誉地位 而是授与天祈 与天道共存 甚至掌控天道 他们想永生不灭 想掌握天道力量 以统治诸天万界 成为最至高无上的生灵 一部永恒天书 只能助他们超越神王境 踏出最后一步 达到所谓的神帝境 这就像一把钥匙 帮他们开启了通往天道的大门 让他们跨入新的境界 可以利用操控一丝天道之力 但是 他们想再进一步 达到永生不灭 授与天祈 却很难做到 至于掌控天道 那更是难以想象 所以 五大神帝很早之前 就得出结论 想达成这些目标 必须要找到诸天阵图 要么诸天阵图 能帮他们达成心愿 要么就是诸天阵图 与永恒天书联合起来 能完成他们的心愿 总之 他们必须找到诸天阵图 但五大神帝费尽心机 找遍了神界和各大心域 也一无所获 甚至 幽冥神帝还煞费苦心 扶持下界的伐天族 帮他搜寻诸天阵图的下落 结果到最后 五大神帝也没能得到诸天阵图 因为 诸天阵图一直在祭天行的手里 听到修罗神帝这番话 祭天行又用当年对付幽冥神帝那招 露出满脸错愕之色 疑惑帝问道 修罗 你说什么 诸天阵图难道不在你们手里 你们五个混蛋 当年杀了我 抢走了诸天阵图 配合永恒天书 才突破到神帝境 难道不是吗 既天行的表演十分逼真 将那种错愕 震惊还有些狂喜 如是重负的心态 表现得十分细微 修罗神帝也争了一下 为自己说错话感到懊恼 但他的心智坚毅 异于常人 马上就恢复了冷静 他凝视着祭天行 冷笑道 龙天 少跟本帝演戏 比这点把戏 或许能骗得了幽冥 却修炼骗过本帝 显然 当初幽冥神帝的分身 跟祭天行有过类似的对话 这件事 幽冥神帝也跟其他神帝提过 幽冥神帝告诉另外四人 他已经试探过了 基本确定 朱天阵图不在见神的手里 但修罗神帝并不认同 仍然怀疑 朱天阵图在见神的手中 只是他没有确凿的证据 只能怀疑罢了 而现在 就是他的当面试探 很可惜 既天行早有防备 还是没有露出破绽 修罗神帝死死盯着他 继续贺问道 当初你出现在神界 第一次曝露身份 被世人所知 还是几十年之前 很凑巧 当时你就是在浩天大陆 而且你刚恢复到神王境 这才短短几十年 你不仅恢复到巅峰神王之境 还比当年强大了八倍 你告诉本帝 除了永恒天书和朱天阵图 还有什么宝物 能有如此逆天的功效 永恒天书在五位神帝的手里 那答案只有一个 既天行就是靠朱天阵图 才能创造如此奇迹 所以修罗神帝坚信不疑 尽管这就是真相之一 但既天行绝不会承认 否则 他很难确定五大神帝 会不会为了朱天阵图 暂时放弃研究挥物谜团 转而联手围攻他 以他如今的实力境界和势力颁底 若再被五大神帝围攻一次 还是必死无疑 哈哈哈哈 修罗 我原以为你们夺走了朱天阵图 现在看来 你们手里只有永恒天书 上天果然是公平的 且眷顾本座 没让你们这些混蛋得到神图 修罗神帝狠狠皱眉 心灭的冷笑道 够了 龙天 你当本帝是傻子吗 还要继续演戏 既天行也冷笑道 既然你认定朱天阵图在本座的手里 那你还在等什么 还不舍命来抢 哈哈哈哈 本座若是有朱天阵图 很快也能突破神帝境 甚至超越你们 到那时 就是你们的死骑 修罗 转告其他四个混蛋 都洗净脖子等死吧 在此之前 修罗神帝还坚信神图在他手里 可听到他这番话之后 修罗神帝反而迟疑了 他皱眉凝视着既天行 仔细观察既天行的眼神和细微反应 想看他是否在说谎 难道 朱天阵图真的不在你手里 那神图会藏在哪里 李明明被我们杀了 又怎么可能死而复生 还在短短百年内拥有如此实力 既天行抬手指了指头顶上方的无尽虚空 笑意玩味地道 俗话说及人自有天香 你们是无恶不作的邪碎 天理不容 而本座是正义与光明的化身 上天的代表 所以天道格外眷顾本座 天道不让本座陨落 本座如何会死 而且 只有本座能力定天道誓言 以此约束各路强者 你们五个混账东西 有谁能带天立誓 这 修罗神帝更加迟疑了 脸色变得十分难堪 眼珠子转来转去 脑海中有百般念头闪过 不得不说 既天行被上天眷顾 很可能是天道的宠儿 听起来竟然很靠谱 否则 怎么解释他死而复生 又如何解释他能以天道立誓 束缚各路神亡强者 毕竟 修罗神帝早就听说过 所有投降 效忠见神的御主和上古士族领袖们 都要宣读归降誓言 关键是那些篇幅很长的归降誓言 的确会受天道见证和约束 修罗神帝也让帝师收集过几分归降誓言 亲自看过誓言的内容 没错 那就是天道誓言 如今在听到既天行当面承认 修罗神帝的心情便更加复杂了 与其相信既天行手里有诸天阵图 他还是觉得见神是天道化身 这个看似荒诞的理由 更加可信 第四千一百七十八章心腹大患 修罗神帝的表情和眼神 有了细微的变化 自然逃不过既天行的观察 他心中暗笑 猜到修罗神帝被他引导 更倾向于第二个答案 如此一来 他算是减轻了身怀诸天阵图的嫌疑 只要修罗神帝没有确凿的证据 也不可能煽动另外几个神帝 联手来围攻他 抢夺诸天阵图 趁着修罗神帝走神之际 继天行调匀了气息和神力 镇压住内府的伤势 便再次发起了进攻 天龙傲视斩 继天行右手挥动藏天剑 斩出长达万丈的龙形巨剑 从天而降地劈向修罗神帝 左手挥动神锤 打出漫天雷霆霹雳 笼罩了修罗神帝周围百里 狠狠轰下 修罗神帝立刻回过神来 浑身涌出冲天的血焰 挥舞两把獠牙般的漆黑利刃 展出漫天血光 蕴含着无边杀气的血色光刃 不仅蕴含着三百种法则神力 还有一缕无形的天道威压 若是别的巅峰神王 并要被天道威压限制 实力和反应都会下降 但既天行丝毫不受影响 天道威压对他毫无作用 这一点 早在他跟那几位神帝的化身厮杀时 就已经验证过了 砰砰砰 两人释放的神术光影 在虚空中狠狠碰撞 爆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在虚空中扩散开来 神光四剑 各种刀光剑影都崩溃了 两人也被强大的力量反震 各自向后退了三千丈 两人又爆发神力 连续对拼了三招之后 既天行终于确定 修罗神帝化身的力量 的确不如之前了 并非修罗神帝故意隐藏神力 而是他的力量消耗太大 战斗力真的在下滑 如此一来 既天行也就放心了 他低喝一声 浑身绽放耀眼的金光 使出了龙族的神通绝技 天龙霸体 下一刻 他在璀璨夺目的金光中 膨胀一千多倍 变成了高达千丈的金甲巨神 他浑身布满了金色龙铃 犹如铠甲一般 将他牢牢保护着 额头也伸出了龙脚 神圣又锐利 他的战斗力也随之飙升 暴涨了八倍 在此之前 他和修罗神帝的化身相比 力量稍显不足 全靠完美的剑技和战斗经验来应付 才能跟修罗神帝打成平手 而现在 他的力量完全超过了修罗神帝 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最重要的就是 哪怕他在大战中耗尽了神力 也可以设法逃走 再补充和恢复力量 而修罗神帝的这道化身 力量一旦耗尽 就濒临崩溢和瓦解 看到季天行变成千丈巨人 且战斗力暴增八倍 修罗神帝顿时双目怒瞪 眼中闪过浓浓的惊讶之色 该死的混蛋 你竟然还隐藏实力 留了底牌 凭心而论 季天行之前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已经够惊人了 修罗神帝简直无法相信 一个巅峰神王能强到那种地步 而此刻 季天行又提升了八倍战斗力 哪怕修罗神帝也能猜到 这种短期内提升战斗力的神通绝技 肯定不能长久 或许还会有严重的后遗症 但季天行能忍到现在才使用这招 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毕竟 此刻季天行的战斗力 已经超过了他这句话声 换句话说 季天行已经能爆发出他本体的六 西城实力了 一个巅峰神王而已 竟能爆发出神帝强者的六 西城实力 这是何其可怕的事 修罗神帝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忧虑 他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龙天的成长速度如此惊人 若再给其几十年时间 岂不是也能突破到神帝境 五位神帝都心之肚明 神帝境可不是靠天赋和机遇就能突破的 这时间已有五大神帝 基本不可能再出现第六位神帝 如果将来会出现第六位神帝 那肯定是龙天 毕竟 龙天的天赋和悟性超绝 又是得到上天眷顾的幸运儿 神帝之境 就是要领悟和操控天道之力 像龙天这样的幸运儿 等同于作弊啊 不行 今日之后 本帝定要说服另外四人 无论如何也要先解决龙天 这个心腹大患一日不除 我们都不得安宁 修罗神帝的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便下定决心要尽快除掉祭天行 而这个时候 祭天行又挥舞藏天剑和神锤 向他发起了狂猛的进攻 剑雨 一剑开天 藏天剑向虚空深处一指 苍穹之上立刻亮起九万道星辰 犹如流星雨般坠落下来 这招见到神通的威力非常强 但释放之后有一点时间的延迟 对付修罗神帝这样的强者 只能趁其不备时施展 若是修罗神帝有所防备 只怕还不等剑雨落下 他就已经顺移到几万里之外了 而另一招一剑开天 并不是用藏天剑施展 而是用神锤释放的 实力达到祭天行这种层次 其实用什么类型的兵器 都不会影响施展神术 别说用神锤了 就算他赤手空拳 照样能施展剑道神通 下一刻 满腹忧虑 心事重重的修罗神帝 终于回过神来 他感受到无形的通天剑一笼罩下来 犹如上天发怒 天道降罪一般 立刻就意识到不妙 他甚至没有抬头去看天空 就直接向后瞬移撤退 除了祭天行之外 没有哪个神王能在虚空中瞬移 因为没有空间之力 可以运用和操控 但是 神帝强者却可以做到 毕竟 神帝强者可以借助天道之力 至于祭天行为何能在虚空中瞬移 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只是他一直感应不到天道之力 既无法参悟也无法运用 连天道功德都得不到 刷 只是一瞬间 修罗神帝就顺一到三万里之外的虚空中 原本 他已经逃离了剑与笼罩的范围 但那九万道星辰巨剑 早就锁定了他的气息 无论他逃到哪里 都会跟随着他 所以 那九万道星辰巨剑也跟着拐了个弯 向修罗神帝杀去 修修修 见光呼啸而过 速度快到极致 眨眼间就追上了修罗神帝 将其淹没 砰砰砰 紧接着 数万道星辰巨剑纷纷轰中修罗神帝 爆出沉闷的巨响 第四千一百七十九章天选之子 随着阵阵闷响声传出 还有无数星光碎片蹦剑开来 洒落虚空 修罗神帝知道逃不过剑语的绞杀 便全力凝结一道血焰护盾 将自身保护起来 他背后那六只宽大的血红色羽翼 也将身躯包裹起来 严密地遮盖住 同时 他还释放出澎湃的神力 凝结出数千道血光利刃 围绕周身旋转飞舞 形成一道防御屏障 有了这三层防御和保护 他便有信心挡住剑语的绞杀 砰砰砰砰砰 数万道星辰巨剑 此起彼伏的击重修罗神帝 却都被血光利刃组成的屏障挡住了 血红色的利刃屏障 被星辰巨剑轰得摇晃不止 剧烈震荡 崩开很多裂纹 但星辰巨剑也被震碎 剑出无数道星光碎片 整整一万五千道星辰巨剑 被利刃屏障镇的粉碎 消散在虚空中 不过 利刃屏障也被彻底击溃 当场瓦解了 修罗神帝的第一道防御 被星辰巨剑摧毁了 紧接着 数万道星辰巨剑依此轰中了 修罗神帝用神力凝结的血光护盾 这层椭圆形的血光护盾 高达千丈 厚约三寸 其中有浓郁的血色在流转 缭绕着冲天的火焰 砰砰砰的闷响声接连不断 其中夹杂着弄插弄插的破碎声 那是星辰巨剑全力轰击血光护盾后 被震碎的破裂声 当然 也有血光护盾被轰出裂缝的声响 这一次 星辰巨剑被消耗了两万五千道 血光护盾才被击溃瓦解 修罗神帝的第二道防御 也被星辰巨剑摧毁了 此时 修罗神帝还剩下最后一道防御 那就是他的六只修罗羽翼 将身躯包裹着 九万道星辰巨剑 已经消耗了四万道 还剩下五万道 修罗神帝心中有些愤怒和震惊 他没想到继天行的这招剑道神通 竟然如此复杂强悍 那几万道星辰巨剑 就像有灵性和智慧一样 前四万道星辰巨剑消散之后 剩下的五万道星辰巨剑 竟然结成一座剑阵 对他展开了轮番围攻 修修修 星辰巨剑在虚空中穿梭飞舞 交织成方圆千里的剑阵 保持特有的节奏和频率 不间断地发起进攻 砰砰砰 星辰巨剑轰中修罗神帝的血色羽翼 爆出一连串的沉闷声响 在虚空中回荡不休 修罗神帝被轰击得浑身战斗 血色羽翼连连震战 暴闪着暗红血光 尽管修罗神帝拼命运转神力 煽动羽翼展开反击 也击溃了很多星辰巨剑 但他有两只羽翼受了创伤 之前就被冻穿了 此时遭到漫天巨剑轰杀 那两只羽翼很快就被切割的支离破碎 刺心裂肺的痛楚 令修罗神帝愤怒的暴跳如雷 双眼也充满了血红色的火焰 混蛋 龙天 本帝要把你碎十万段 修罗神帝全力挥动一对血色利刃 抵挡四面八方袭来的星辰巨剑 可是巨剑的数量太多了 哪怕他每一席时间都能击溃几十道星辰巨剑 还是会被更多的星辰巨剑击中 持席之后 五万道星辰巨剑都崩溃 消散 或是力量耗尽了 璀璨的星光渐往消失 修罗神帝总算松了口气 但他的伤势更加惨重 看起来愈发狼狈 除了那两只被摧毁的羽翼之外 他又有两只羽翼被冻穿 留下好几道血淋淋的伤口 前胸与后背也多出几道伤口 不断往外躺出紫色的鲜血 他剧烈地喘息着 运弓镇压伤势 战斗力也进一步下滑 既天行却安然无恙 金色的身躯看不出什么伤势 力量也处于巅峰状态 修罗神帝目光冰寒地盯着他 暗想着 即便你利用竞技密法 能提升八倍战斗力 却注定不可能保持太长时间 只要本地在支撑一刻中 你的战斗力衰退 遭到密法的力量反噬 你的死骑就到了 他脑海里刚闪过这个念头 既天行又发起了进攻 星河断流 既天行先挥舞神锤 展出一道长达万丈的星辰巨剑 当头披向修罗神帝 这道星辰巨剑 是由无穷无尽的星辰之力汇聚而成 去空中有一万万颗星辰 能提供无穷无尽的星辰之力 再加上 那九万道星辰巨剑才消散不久 四周的虚空弥漫着浓郁的星辰之力 所以 此时施展星河断流这招神通 最合适不过 眼看万丈巨剑斩杀下来 修罗神帝保持镇定 双手挥动无名利刃 展出漫天血色刀光 砰砰砰 弄弄弄 数十道血色刀光 依次碰撞万丈巨剑 爆出沉闷的巨响和破碎声 眨眼间 长达万丈的星辰巨剑就被轰成粉碎 数十道血色刀光也崩溃瓦解 修罗神帝刚化解继天形的攻击 这时又有一道长达万丈的金色巨剑 吸着恐怖的神威斩杀下来 蔑视之剑 毫无疑问 这是继天形汲取海量的五行世界之力 施展出的绝学杀招 这一剑 充斥着一往无前 无坚不摧 无可匹敌的霸道气势 当真有毁灭世界之威能 万丈金剑斩下 连漆黑的虚空都荡起涟漪 生出层层波纹 修罗神帝被金剑锁定了气息 只觉得呼吸困难 步履为奸 内心中还生出一丝金具之感 这是世界之力 他察觉到金剑的力量气息特殊 仔细感应之后才分辨出答案 顿时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可恶的家伙 还没突破到神帝境 竟然掌握了不亚于天道之力的特殊力量 连我们五人都无法练化神界 也不能运用世界之力 他是如何做到的 说实话 修罗神帝对季天行已经有些嫉妒了 尽管他不知道季天行经历了多少奇遇 得到了多少机缘和宝物 但他知道 这家伙肯定是天选之子 上天眷顾的幸运儿 否则 一个人怎能幸运到如此地步 这些念头从脑海中闪过的同时 修罗神帝不得不顺移逃跑 躲避蔑视之剑 但他被蔑视之剑的气息锁定 实力受到压制 逃跑的速度不够快 刚顺移出两万里远 他就被蔑视之剑追上 并且斩中了 第4180张太耻辱了 轰隆 长达万丈的蔑视之剑 轰然劈中了修罗神帝 爆出一声惊天巨响 好在 他知道无法躲避这一剑 及时凝聚了神力护盾 并将两把利刃横举在头顶 蔑视之剑斩杀下来 先劈中了那两把王级极品的无名利刃 只听得轰弄两声巨响 两把无名利刃都被劈得剧烈瘟鸣 崩飞了出去 跌落在百里之外的虚空中 紧接着 蔑视之剑的威力不解 又狠狠劈中了修罗神帝的神力护盾 随着弄插一声巨响 那雪虎缭绕的护盾 当场被劈得粉碎 蹦践出无数血光碎片 修罗神帝也发出一声痛苦的闷横 整个人都倒飞出去 砸向百里之外 他人还在虚空中抛飞 身后已经洒落一长串的紫色鲜血 待他跌落在百里外的虚空中 便能清晰地看到 他的左肩差点被斩断了 有一道巨大的伤口 将他左肩骨劈开了大半 只剩一点薄弱的骨头和几根筋 还连着他的胳膊和肩膀 猙獰的伤口处 露出断口齐整的骨头 鲜血如泉水般向外涌出 两人交战以来 这是修罗神帝受伤最惨烈的一次 身躯的痛苦倒还不算什么 浓浓的屈辱和挫败感 让他愤怒地身躯发抖 浑身都缭绕着冲天血焰 但他没有嘶吼和咆哮 更没有放出什么狠话 因为他很清楚 目前自己打不过记天行 不管放什么狠话 都是自取其入 片刻后 他强行压下满腔怒火 让自己冷静下来 一个念头从他脑海中闪过 让他转变了心态 本地和他交手到现在 这是他第一次施展这招神通 看来 这招神通应该是他的底牌 绝杀的秘技 他施展了竞技秘术 短时间内提升八倍战斗力 但很快就会结束 所以 他才如此心急 不再有任何保留 只想尽快结束战斗 既然如此 只要本地再拖延一段时间 等他的竞技秘术结束 哼哼 到时候他实力衰退 自身也遭到反噬 还不是任由本地宰割 这么一想 修罗神帝便不着急 也不愤怒了 他伸手一招 使回了跌落在百里外的两把利刃 连忙运攻镇压伤势 既天行不急着进攻 他更不会着急 也乐于突延时间 但很可惜 既天行只停顿了两席时间 再次发起进攻 修罗神帝改变了主意 决定避其锋芒 不跟既天行硬拼 设法与之缠斗 他要等到既天行的实力衰退时 再倾尽全力的反击 这一招果然有效 虽说修罗神帝没能避开 既天行的所有攻击 却也减慢了既天行的进攻频率 突延了既天行的节奏 时间悄然流逝 不知不觉 一刻钟过去了 在这一刻钟里 既天行先后进攻了上千次 施展了无数种神通绝技 修罗神帝一味地躲避 游走和缠斗 始终不肯与既天行正面硬拼 就算既天行出言嘲讽 奚落他 他也充耳不闻 强忍着怒意 一刻钟的厮杀下来 既天行的状态没多少变化 修罗神帝的伤势却更惨烈了 浑身的伤口多达上百道 完全被鲜血染成了紫色 他的实力也在稳步下滑中 力量越来越薄弱 一刻钟到了之后 他便心生疑惑和警惕 有些着急了 让他疑惑的是 他预估既天行的变身状态 最多持续一刻钟就会消散 实力开始衰退 结果 既天行还是气定神弦的模样 丝毫不见实力衰退 更别提被密法反噬 让他感到警惕的是 既天行的实力没有下降 他却只剩下六成力量 他不敢再突延下去 一旦实力跌落到三成左右 就很难逃过既天行的追杀了 而他的力量一旦耗尽 这句化身也就毁了 可恶 他究竟施展的什么密法 竟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修罗神帝死死盯着既天行 恨不能将其看穿 他算是见多是广的 却从未见过哪种神通秘迹 能让人增强八倍战斗力 还保持这么长时间 这太逆天了 不行 本帝还不能确定 他什么时候力量会衰退 不能在一位帝躲避和缠斗 必须进行反击 才能坚持更长时间 修罗神帝再次改变主意 看到既天行冲杀过来 便施法展开反击 两人又在虚空中激烈厮杀起来 身影在黑暗中闪烁穿梭 幽暗的虚空中 又爆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亮起夺目的神光 两人厮杀大战的周围 方圆几万里都被神光照亮 一片绚烂 就这样 又是两刻钟过去了 修罗神帝的伤势越来越惨烈 六只羽翼全都被冻穿 撕裂出许多缺口 他浑身上下 几乎找不出一块完整的地方 至少有近百道伤口 都露出了骨头 不断躺出鲜血 重伤到如此地步 他的力量也跌落到五成左右 明显感到很虚弱了 而这个时候 继天行的画龙状态还没结束 哪怕他的力量消耗很大 战斗力略有下滑 可是跟修罗神帝相比 他还是显得龙惊虎猛 气定神闲 修罗神帝完全看不懂了 心里竟恼怒又震惊 还很嫉妒 提升八倍战力的神通秘迹 能持续一刻钟 就已经是一万钟无疑的奇迹了 结果 既天行竟然持续了三刻钟 也没有消退的迹象 这绝对是史无前例 前所未有的 换作任何一位强者 能掌握这种神通绝技 都可以越级挑战强杀敌人 这太逆天了 修罗神帝很嫉妒 他忍不住想着 若是他掌握这种秘迹 不但能轻松诛杀龙天 另外四位神帝 也绝不是他的对手 届时 他肯定会在合适的时机 把那四人逐个除掉 独霸挥晤谜团和诸天万界 不行 本帝不能再突延下去了 待本帝的实力跌落到五成以下 就会非常危险 为今之计 只能先撤退 修罗神帝冒出了这个念头 只觉得脸皮火辣辣的疼 羞愧难当 在此之前 他从来都没想过 身为堂堂的至尊神帝 竟然有不敌对方 被迫逃跑的一天 这太丢人 太耻辱了